大家好,我是全套 作为一个全游老粉 在全游十周年之际 给大家献上全力的游戏剧集解读和原著小说大合集 这个合集包括了全力的游戏前传 游侠王子和血龙狂舞的原著小说解读 各位看完后 再看全力的游戏一至七季主线剧情解读 就能更完整地感受到这个系列的魅力所在 然后你们看完七季解读 或许会好奇烂尾的第八季去哪了呢 我想说第八季烂尾烂到我心脚头 所以我找到了 传闻中黑客泄露版的全游第八季剧本 并进行了剧情解读 相比播出版的烂尾第八季 这个泄露版的剧情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吧 但最起码可以 服为大多数全游老粉被烂尾伤透的心 当然大家看完后如果觉得还不过瘾 合集里还收录了官方动画特罗伊往事的解读 这个解读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地理解书中诸多的典故以及设定 我还顺便在原著中搜集了不少内容 在动画解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内容扩充 这个合集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领略到全游的精彩之处 领心粉入坑带老粉回味 我愿称马丁老爷子永远敌神 各位看官觉得内容够干 请三连支持一波吧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本期是拳头说书 冰云火之歌前传 血龙狂舞 以及血龙狂舞前传 游侠王子的合集 这两本前传同样出自老爷子马丁之理 简单概括下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 龙家内斗夺王位 血雨腥风 争雌雄 群龙狂舞郑乾坤 优胜转帅在此时 接下来我会结合原著以及官方的资料 视频动画来讲述这个故事 在冰云火之歌中 龙家以前是有很多条龙的 但因为一次争夺家族继承权的内斗 导致龙家元气大伤 在这场战斗中 18只巨龙有16只纷纷惨死 龙家的子嗣也都相继见了阎王 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之为血龙狂舞 但血龙狂舞这个名字太失忆化了 事实上这场内战极其的黑暗 混乱血腥野蛮 群龙之死这个说法会更贴切一些 这个故事要从很久以前的国王 维赛里斯塔格利安说起 这位国王为人慷慨和蔼 受到臣民们的爱戴 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 王后只成功生下了一个女儿 雷妮拉 后来 王后在另一次的生产中 因为难产去世了 这位雷妮拉公主十分早熟 聪慧无畏 而且特别漂亮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七岁时就成为了御龙者 这位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 经常与父亲形影不离 她还曾被人民称为国王之光 由于种种的政治原因 国王早早地把这位公主 立为了她的继承人 后来国王又娶了一位妻子 阿丽森 这位妻子很给力 给国王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国王有了儿子 公主雷妮拉的地位 自然开始动摇 因为从维斯特洛的法律上讲 男性比女性拥有优先继承权 但国王认为 这事之前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就没有再更改 几年后的一次比武大会 是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公主与新王后 从之前的亲如母女 变成了针锋相对 会场上 人人都能看出 他们的相互对立 剑拔弩张 如果一有机会 他们一定会互喷龙烟 这场比武大会 是为了庆祝国王与新王后 结婚五周年纪念日而举办的 在这场大会中 以王后为首的王后党 都身穿绿色的礼服 以公主为首的公主党 都身穿黑红色的礼服 自此 两派被称为绿党和黑党 在这场比武大会中 黑党打胜原谅党 黑党能大获全胜 主要靠的是公主的梦中情人 接贴身保镖 科尔爵士 小柯不仅英俊潇洒 而且武力值很高 在这场比武中 他所向披靡 击败了原谅党的所有选手 而且之前小柯还击败过游侠王子 说到游侠王子 戴蒙塔格利安 这个关键性的人物 我得着重说下 游侠王子是国王的亲弟弟 也是十阶列岛的王 他是一个怪人 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有人说他是英雄 有人说他是阴险的恶棍 他被人警讲过 也被人唾弃过 他曾经因为乱送龙蛋给情妇 差点被定为叛国罪 在这场比武大会快结束时 游侠王子骑着巨龙来了 他将自己征服 十阶列岛后的王冠 送给了哥哥 国王欣然接受 自此兄弟俩重归于好 全场掌声雷鸣 鼓掌最热烈的 就是公主雷尼拉 他特别喜欢这个叔叔 因为小时候 这位叔叔经常给他送很多礼物 这次叔叔回来后 自然还是给公主 带了非常多的奇珍异宝 并用了大量的时间去陪公主 他们经常一起吃饭 一同出海 一同飞行 公主被叔叔的故事和战斗经历 深深的吸引了 后来这位好叔叔 夺走了公主的针操 之后 他们被捉奸在床 交给了国王处置 面对女儿和自己的亲弟弟 国王内心如同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愤怒之下的国王 把女儿软禁了起来 并把弟弟逐出独城 书中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公主深深的迷恋着 自己的贴身保镖小柯 当他叔叔游侠王子知道后 开始教公主如何色诱男人 教的过程相当认真负责 比如如何脱衣服呀 如何接吻呀 如何点点点点 这些课程叔叔都亲力亲为的知道侄女 有一次叔叔还带着侄女去窑子里 看妓女们是怎么和男人玩耍的 不过在这个版本里 公主没有把针操给叔叔 而是留着准备给小柯 但无论如何 在外人看来 这两个版本里 青春可爱美丽动人的公主 都有着令人窒息的操作 后来公主真的去给小柯绣操作了 二话不说 直接当着小柯的面 把自己衣服给脱了 小柯当时就傻 一脸蒙的傻 但为了荣誉 为了信仰 为了誓言 小柯冷落了公主 扬长而去 至此 小柯与公主算是结下梁子了 这件事也标志着公主开始黑化了 谣言在那时候也开始满天飞 国王最迫切的就是赶紧把女儿嫁出去 当时各地领主 骑士 知道国王招亲这事后 都挤破头想娶公主 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美丽 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权势 甚至连新皇后都想让长子娶公主 也就是弟弟娶姐姐 龙家的乱伦传统 真是厉害 但如果这事真成了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血龙狂舞了 后来国王选来选去 选了一位公主的积老表亲 瓦列立安 公主是认识这位积老的 所以知道后死活不愿意 但在父亲用继承权的逼迫下 公主答应 在公主出嫁的前夕 据说小柯回来找公主 希望公主能和她私奔 结果被公主拒绝了 书中还有个版本是 公主去找小柯 希望完成之前的少女梦 当面见到小柯 一言不合又脱衣服 然后又被拒绝了 公主一气之下 直接跑去找了另一个仰慕自己的男人 一个五大三粗的爵士 段谷 公主把自己给了她 那之后 段谷成为了公主新的贴身保镖 不过真相并不重要 反正最后 小柯和公主是彻底决裂了 并且直接投靠了王后党 绿党 婚后 公主给她的老公戴了无数次的绿帽 并和段谷生了三个男孩 其实她老公是知道的 但并不介意 曾经 她老公和她老公的男宠 还共同邀请公主和段谷 共享雨水之欢 又是令人窒息的操作 据说每次当公主生产时 公主的老公和段谷 都是一起守护在她的床边 并相互鼓励 这一家子在一起幸福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公主的老公被杀死了 真相只有一个 因为她老公在外面有了新的男宠 于是之前的男宠因爱生恨 就把她老公给杀死了 在她老公的葬礼上 所有的贵族都到场了 绿党和黑党相互嘲讽 王后经常损公主的儿子们 都是私生子 公主破罐子破摔 不屑一顾 在这场葬礼的夜晚 原谅党王后的二儿子 十岁的伊蒙德 因为自己没有龙 再加上被国王老爹 认为自己没有勇气训龙 于是决定去训服 世界上最年长最大 最厉害的龙 瓦格哈尔 可到了后 没想到 却碰上了他最小的三岁外甥 也就是公主的小儿子 小外甥起来这么早 是为了去看自己的小龙 这个伊蒙德 遇到小外甥后 两个人有了一场不愉快的对话 我不是很理解 他是怎么跟一个三岁小孩 有了一场不愉快的对话 但这并不重要 伊蒙德 害怕小外甥喊来保安 于是抽了这凶孩子一耳光 并把他推到了粪坑 害怕被抓了伊蒙德 想都没想骑上了巨龙 奇迹发生了 伊蒙德骑着龙 飞上了天 那一夜 他成为了龙骑士 但那一夜 他也成了独眼龙 因为当他落地后 他的小外甥 回去喊他的两个哥哥帮忙 这三个小孩 年龄最大的 也只有六岁 伊蒙德 轻松地打败了他的三个外甥 但由于他自己的大业 被扑倒在地 随后 五岁的那个熊孩子 一个匕首 刺进了伊蒙德的右眼 在这之后 黑党和原谅党 是没什么好谈的了 两派彻底决裂 只在国王面前 装作相亲相爱 葬礼过后 公主带着孩子们 回到封闭龙石岛 这场葬礼 最安自高兴的 就是公主的叔叔 游侠王子 当游侠王子 听到公主的老公死了 再加上他自己讨厌的老婆 也刚刚不幸去世 游侠王子立马首武祖岛的庆祝 自己集回来了 小道消息说 公主的情人断骨 被意外烧死 就是游侠王子下了黑手 书中也有人说 是被国王按下杀手 以保证女儿的清白 话说回来 说是迟那是快 公主和他的叔叔 很快在龙石岛结婚了 并且不久后 生了两个正统的儿子 国王非常的生气 毕竟他们的伴侣 都刚去世不久 好在国王长子的婚事 让他暂时忘记了 这无可奈何的事 这位长子的妻子 就是这位长子的亲妹妹 海伦公主 故事到这里 国王已经年迈多病了 在七年后的一天夜里 国王在睡梦中去世了 至此 血龙狂舞也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 绿党和黑党 将会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上回说完了 血龙狂舞的前传 游侠王子公主和王后 从之前的亲如母女 到最后变成了针锋相对 分成了绿党和黑党 在国王去世后 血龙狂舞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黑党和绿党上一期的关系图 国王的第一个老婆 只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这位女儿 嫁给了一个gay 跟情夫生了三个私生子 他老公和情夫死后 他又跟自己的亲叔叔 也就是游侠王子结婚了 并生了两个儿子 这拨人被称之为黑党 国王后来又娶了一个老婆 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儿子后来和小女儿结婚了 并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这拨人被称之为绿党 国王死前将黑党公主雷尼拉 定为了继承人 上期节目有提到缘由 龙家起名字 没什么创意 都喜欢叫一样的 翻来覆去就那几个 什么伊耿 维赛里斯之类的 所以绿党王后的大儿子 叫伊耿 公主的小儿子也叫伊耿 血龙狂舞这场战争 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 主要的厮杀 是龙与龙之间的空战 同时这场战争 也充满了阴谋 暗杀及背叛 国王的去世是一名仆人发现的 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 告知了王后 按照常理 应该第二天早上告知天下 并举国哀悼 以及准备黑党公主雷尼拉的登基大典 但是绿党王后有他自己的心思 他封锁了国王去世的消息 关押了那名知道消息的仆人 在一大早召开了国王会议 国王之首 御林铁威队长 大学士 财政大臣 海政大臣 情报总管 法务大臣 齐聚一堂 王后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篡位 让自己的长子即位 毕竟王后与公主结怨一身 公主的二儿子还曾经用匕首 一刀刺瞎了自己二儿子的眼睛 在场的国王之首是王后的老爹 自然是支持女儿的 御林铁威队长科尔爵士 之前是公主的梦中情人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投奔到了绿党的麾下 这场会议 有人支持 有人不支持 喋喋不休的扯皮到天亮 在争执不下时 财政大臣 突然荣誉感爆棚 起身要走 誓死捍卫誓言 拒绝绿党的篡位计划 于是科尔爵士就成全了他 血龙狂舞流下的第一滴血 就是两朝元老的财政大臣 莱曼必思伯里伯爵 他死后 大家没有了意义 团结一致 开始了篡位计划 会后科尔爵士 开始大批捕杀黑党成员 此时 毫不知情的王后的大儿子 横花心的伊耿 正在和情人愉快地玩耍 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后 拒绝夺取他姐姐的王位 直到有人劝道 也继续 他肯定会杀光你们兄弟 才能让他的私生子继承 横花心的王子 由于害怕 只好接受 一天天过去了 绿党占尽了先机 他们放出了无数只的毒鸭 飞向各个可能支持 自己的领主和骑士 以寻求支持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支持绿党 但绿党没有给陆家的风隙 饱发毒鸭 因为王后为了结盟 派二儿子独眼龙伊蒙德 亲自骑着他的巨无霸 飞过去求婚 毕竟陆家太重要了 国王死后的第十天 丧钟终于敲响 渐渐的 全国人民才知道 国王去世 与此同时 很花心的伊耿 开心的在龙学 进行了加冕仪式 成为了新国王 他的妻子成为了王后 老妈成为了皇太后 这消息传到了龙师道 正在代产的黑党公主雷尼拉 听到这一切后 直接气炸了 在怒火中烧下 公主早产 生下了一个长有鳞片尾巴的死婴 事后 公主召开了会议 她与叔叔兼丈夫的游侠王子 一起主持 会议当然有很多人了 聊的无非就是 如何怼死绿党 会中最重要的盟友 就是朝头倒的海蛇 和她55岁凶狠无畏的妻子 雷尼斯 从她被称之为无眠女王 就可以感觉到她不简单了 并且 这位女王雷尼斯 还有一条巨龙 红女王 这场会议 对比了两边的实力 我们来看一下 绿党拥有全国最富有 最大的城市 旧镇君临兰尼斯特港 王后的花心大儿子 有一条金色龙 杨岩 二儿子独眼龙 骑的是一条巨无霸 瓦格哈尔 大女儿有一只母龙 孟火 老三有条龙 叫特塞里恩 一共四条龙 黑党这边 海蛇的妻子有一条巨龙 公主有一条 她老公游侠王子有一条 公主的三个私生子 都是龙骑士 二婚的两个儿子 其中老大也是龙骑士 在龙石岛 还有六只 目前无人认领的野龙 加起来 一共十三只龙 但事实上 公主和她的三个小儿子 并不能参加战斗 毕竟公主刚刚生完子 而她三个小儿子的年纪也太小 野龙没有骑手 所以黑党和绿党 在龙方面是五对四 而且绿党也有条巨龙 从龙的实际情况来看 两边势均力敌 战争现在纸上展开了 双方都使出了全部的人脉 威逼利诱来拉拢支持者 黑党也发出了无数的毒鸭 飞往能够支持自己的人 公主认为 陆家肯定能够支持自己 于是就派二儿子陆克 飞往公主认为 最短最安全的风吸宝 又派出大儿子飞往路途遥远 略带危险的谷地 白岗和临东城 以赢得支持 而游侠王子亲自骑龙 去攻击赫伦宝 海蛇的舰队 负责封锁军林的港口贸易 第二天 公主在龙石岛也加冕了 成为了女王 黑党的王子 女王的大儿子 成功引起了谷地和狼家的支持 至于二儿子陆克这边 女王给了他自认为 更短更安全的任务 但并非如此 当陆克到了陆家后 发现被他戳瞎眼睛的独眼龙哥哥 早就恭候多时 独眼龙已经完成了任务 迎娶了陆家的女儿 达成了同盟 所以陆克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欢迎 而是侮辱 独眼龙本来想当场了结了陆克 但是陆家的领主 并不允许在他家搞事情 便放走了陆克 陆克吓得慌忙骑上龙往回飞 本来陆克的小龙 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独眼龙的巨龙 但由于当天夜晚 伴随着暴风雨时的陆克 失去了方向 撞上了独眼龙 空战一触即发 独眼龙的坐骑 有陆克的龙五倍大 而且身经百战 这场战斗并未持续多久 陆克的小龙在空中被撕裂 和陆克一起坠落大海 葬身于此 纸上的战斗到这结束了 血与火的战争 拉开了帷幕 黑一党的女王 直到自己二儿子死了 痛苦无比 发誓要血债血偿 游侠王子有个好想法 他早年是个地痞无赖 有些值得信任的狐朋狗友 他选中了一个组合 这两个人 一个是知晓红宝 各种秘密暗门的捕属人 奶酪 另一个是强壮凶残的剑士 鲜血 绿党王后 每天晚上都会带着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去给皇太后请安 于是这两人 成功溜进了皇太后的卧室 守株带兔 等待王后的到来 毫不知情的王后 果然出现了 鲜血关闭了房门 并杀死了守卫 奶酪控制住了局面 说谁敢乱来 全都得死 场面安静了下来 奶酪说 我们是来收债的 你的两个儿子 选一个必须得死 一方威胁后 王后选择了 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 奶酪不怀好意的笑着 对这位小儿子说 你听到了吗 你妈妈想让你死 随后 鲜血一刀砍掉了 大儿子的头 海伦王后痛苦的尖叫起来 奇怪的是 这两人并没有杀死所有人 而是真的只杀了一个 便拿着王子的头颅匆匆逃走了 之后 海伦王后不敢再面对自己的小儿子 渐渐的开始发疯 绿党国王这边也开始变得狂暴 败迹接连不断的传上来 游侠王子攻陷了贺伦堡 海蛇的舰队封锁了黑水湾 国王一气之下 指责自己的国王之手 他的外祖父 当场决定换了国王之手 让科尔爵士来担任 不久后 国王御驾亲征 将怒气发泄在了最近的黑党地盘 穆古城 绿党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这里 并洗劫了城市 毁坏了他们的港口 绿党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压西堡 压西堡的城主紧闭城门 瑟瑟发抖 并向黑党女王发出了求救信 城外的田地 森林村庄被烧成灰烬 绵羊牛群平民被肆意屠杀 九天以后 无眠女王单枪匹龙 骑着巨龙红女王前来支援 龙翼煽动的声音跨海而来 红女王身披红领甲 脚和利爪如亮铜一般 背上的铜钢铠甲 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微风发灭 绿党这边也不是吃素的 新任首相早有准备 战鼓奏响 弓箭手急速上前 长弓手和弩手将大量箭矢射向天空 遮天蔽日 红女王身中数十戒 但这只是让她更加愤怒而已 巨龙掠过敌空 开始左右喷火 士兵们纷纷烧死丢盔器甲 开始逃窜 然而 这是科尔爵士为了让无眠女王降下来 给她下的套 这时 国王骑着金光闪闪的风骚巨龙杨炎 他的弟弟独眼龙骑着巨无霸瓦格哈尔 出现在了上空 瞄准了无眠女王 无眠女王也不是吃素的 他压根没想跑 而是兴奋的转向对手 如果红女王单挑巨无霸瓦格哈尔 还是很有胜算的 但绿党这边还有一只杨炎 三只巨龙在战场上空展开对决 火焰四处喷射 地上的人们感觉天上好像多了无数个太阳 红女王轻而易举的掐住了杨炎的脖子 本可将她捏死 但瓦格哈尔从上直扑而下 三条龙撞在了一起 地上的人们看到的只有火焰和烟雾 数小时后只有独眼龙完毫无损地飞了回来 红女王死了 他在衰落后被撕成了碎片 七手无眠女王也被烧成了灰烬 而金色杨炎的半边翅膀被扯了下来 国王摔断了多根肋骨 并烧伤了半边身体 国王的盔甲 生生地溶进了他的血肉惨不忍睹 独眼龙和国王之首科尔血洗了压西宝 国王没有死 但却生不如死 他几乎每天都在沉睡 他的妻子更加的悲伤和疯狂 风骚的扬言再也不能风骚了 没有半边翅膀的他无法再飞翔了 只能在田地里蠕动 像一只可笑的大虫子 独眼龙作为国王的弟弟 暂时当上了摄政王 黑党这边也不好受 海蛇的妻子无眠女王的战死 让他悲痛欲绝 海蛇责怪女王 为什么让他妻子只身前往 不让你的儿子们随行 女王避而不语 另一边游侠王子担心年幼的孩子们有危险 于是就让小伊耿和小维赛里斯 去恶斯索斯先避一避 没了后顾之忧 黑党这边开始谋划 如何夺取首都军林 独眼龙和老三在救阵 留在军林的阳言根本没法战斗 国王的妻子海伦娜现在也没法骑龙 这对黑党来说是个大好的时机 但黑党需要更多的龙来巩固优势 于是他们想到了岛上的野龙们 可野龙们没有骑手是无法投入战斗的 毕竟没有人在上面操控 龙是不知道往哪飞 也不知道要打谁 而且只有龙家的血脉才能驯服龙 这时候龙石岛上的私生子们的机会就来了 龙石岛上私生子非常多 这是因为那时候的法律 贵族老爷们享有出业权 也就是说 领主们都有权在少女新婚时享有他们的出业 这一习俗受到龙石岛广大人民的点赞 丝毫没有厌恶的情绪 原因是在这里被行使出业权的新娘 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会被别人尊敬和嫉妒 而且贵族们也经常慷慨地赐予孩子母亲价值不菲的礼物 什么土地啊 黄金啊 丝绸啊 等等等等 这些私生子被称之为龙种 当然之后 出业权被废除了 毕竟很多地方的人还是不同意的 但这并不影响后来龙石岛上私生子的数量 在龙石岛黑党颁布法令凡是能够驯服野龙的龙种们 立刻会被封为骑士 获得土地和财富 子孙封为贵族 女儿嫁入豪门 法令一出 不止龙种们啊 几乎有勇气的贵族骑士 平民们都来了 人未才死 鸟未实亡啊 龙又不是马 哪是说骑就能骑的 他们大多都变成了龙的零食 经过一段自杀式的驯龙后 四只野龙 海燕 偷羊贼 银翼 卧米索尔被驯服了 黑党达到了目的 此时黑党准备空袭军林 上回说到黑绿两党在争夺王座中 纷纷付出了血的代价 黑党这边女王的二儿子惨遭杀害 绿党这边国王的长子也成了斗争中的牺牲品 随后原谅党的国王 在亚西宝空战中身受重伤 黑党的得力干将 无眠女王 在这场空战中被烧成灰烬 绿党王后也因为种种事变而精神错乱 上期节目的最后 黑党游侠王子将小儿子们送到了隔壁大陆 恶思索思 为了准备空袭军林 黑党驯服了四条野龙 其中有两条之前不是野龙 但由于骑手的去世 居住在了龙山 也被人叫做了野龙 正当黑党因为龙的优势 而沾沾自喜准备空袭军林时 新的威胁从东边恶思索思的世界列岛悄悄逼来 绿党号召了游侠王子早年的死对头 三女儿王国 这群大老爷们为什么称自己为三女儿王国呢 因为这个政权由三个殖民地组成 他们把殖民地称之为女儿 此时三女儿王国正开着90艘战舰直冲龙石岛 人算不如天算 好巧不巧 黑党本来想把两个小王子送到恶思索思避难 恰巧撞上了这拨人 护航的舰队瞬间被三女儿王国击溃 小一耿王子死里逃生 他拼命地抱住他的龙 暴云往回飞 飞回龙石岛的小一耿脸色煞白 还尿了裤子 暴云身中万箭 一只长铁剑穿过了他的脖子 飞回来的他已经奄奄一息 一小时后便死去了 最小的儿子是个聪明的小孩 他没有龙只有龙蛋 所以他为了逃跑 先把龙蛋藏了起来 并换上了破旧的衣服 试图伪装成一个传统 结果被另一个真正的传统揭发 遭到逮捕 黑党长子杰卡里斯听闻这一消息后 骑着他的龙沃马克斯直冲战场 因为三女儿王国早年经常与游侠王子交手 所以他们深知与龙博弈的奥妙所在 只要击杀其手 龙就会自动飞回去 况且这帮水手身经百战 勇敢无畏 王子打得很吃力 但三女儿王国的舰队也不好受 一艘接一艘的船开始着火 直到四位新的龙骑士赶到战场 大局便定了下来 在五条龙的进攻下 水手们丧失了斗志 纷纷逃散 大量的船只被烧毁击沉 但奇怪的是 正当黑党处于优势时 黑党长子的巨龙被击落了 一头扎进了海里 巨龙的坠落众说纷纭 书中有很多个版本 但总的来说是 王子的操作太浪 飞得过低 导致龙被射中坠入大海 王子反应很快 迅速跳下了龙 但当他浮出水面时 几个敌方弩手正等着他 王子身中树剑 葬身大海 三女儿王国的90艘船 最后只有28艘得以返程 三女儿王国攻不下龙石岛 为了报复 只好绕道攻击朝头堡 女王的首相海蛇家的地盘 朝头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城镇被摧毁到无法重建 老百姓们失衡遍野 黑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舰队 但对于黑党来说 最大的损失是王子的战死 14天后 另一边 当黑党听见蜜酒盒的败迹后 沮丧与失败 弥漫着黑党的朝廷 本来这场战斗 黑党可以夺下旧阵 但就在关键时刻 绿党独眼龙赶到战场 扭转了局面 女王在失去两个儿子后 反而更加坚定 丝毫不恐惧 也不想退缩 她心中的目的非常明确 如果不能胜利 也要同归于尽 恰好 摄政王独眼龙也正有此意 两边的和解 目前已经不可能了 绿党独眼龙这边 决定率军亲征 讨伐贺伦宝的游侠王子 虽然很多绿党成员 包括皇太后在内都不同意 认为应该保存实力 留在首都 等待国王和他的巨龙扬言恢复 但独眼龙以意孤行 他认为 这是他留名轻使的好机会 游侠王子早年担任金袍的司令使 在军里有很多的朋友 独眼龙率军讨伐的消息 他早就知道 另一边 黑党女王的盟军 女权城的木顿魔爵 带领着百名骑士 齐齐师弟雅西宝 得手后 奔向消灭正在休养的巨龙杨炎 绿党国王的做起 但没想到残废的杨炎 已经恢复了不少 反而消灭了他们 女权城的这位伯爵 也死于龙下 当黑党的支援赶到后 杨炎不见了 为什么杨炎没了半边翅膀 还能恢复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龙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黑党游侠王子这边 骑龙渠道神眼湖 绕开了绿党独眼龙的军队 黑党女王身披黑色板架 飞过了黑水湾 在军林上空 女王和她的丈夫游侠王子会合 绿党在军林 无其手可成龙应战 而且大部分军队 被独眼龙带了出去 两条巨龙的出现 让城内一片混乱 成千上万人 为了避免战争逃出城内 很多步伐笨子 在城内肆意掠夺 兼银掳掠 绿党皇太后 临阵不乱 迎难而上 指挥恢复秩序 他命令金袍子去守卫城墙 派信使快马加鞭 赶紧让二儿子独眼龙回来 又命令大学士去放渡压 让领主们前来支援 但游侠王子早就打点好了内应 大学士刚准备去放渡压 就被游侠王子 在金袍子里的好朋友们拿下 金袍子就是都城守卫 绿党很多指令都需要由他们去做 所以皇太后派出的信使 也没能出城 很多金袍子仍然爱戴游侠王子 绿党的守卫纷纷遭到囚禁和杀害 皇太后渐渐丧失了指挥力 于是号称功不可迫的军力 一天不到就被黑党理应外合夺去了 黑党除了遭遇少量的抵抗外 大多部队几乎兵不屑任的 从多个城门鱼冠而入 当看到女王的巨龙从天而降时 大局已定 绿党的支持者们纷纷投降 游侠王子确认安全后 女王降落在了红宝 皇太后和已经疯癫的王后 被押送到了女王面前 太后见此局面 只好投降 城市虽然被封锁 但国王和他的儿子女儿们 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黑党的威胁依然存在 女王雷尼拉迫不及待地 坐在了铁王座上 原谅党的成员纷纷下跪 请求原谅 女王紧紧地握着铁王座 生怕失去他 以至于在他起身走出王座大厅时 他被割伤的腿和手 滴了一路的鲜血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独眼龙和科尔 经过19天的行军 终于抵达了赫伦堡 但发现城门大开 没有军队 此时他俩沾沾自喜 以为游侠王子被吓跑了 但独眼龙得知 军陵陷落的消息后 恼羞成怒 感觉自己像个智障 没过多久 湖畔之战的消息传来 另一支绿党部队 三面受敌 惨败在神眼湖附近 集体喂了鱼 折损了数名大将 独眼龙大怒 差点掐死了无辜的信使 甚至现在想一个人骑龙 冲去军陵 要不是科尔的劝阻 独眼龙基本上是死定了 毕竟军陵有七条可以作战的龙 苦逼的独眼龙部队缺衣少粮 支援迟迟未到 在饥饿和疾病中 士兵不断减少 于是科尔和独眼龙决定 兵分两路 科尔挥尸向南 与绿党另一支部队会合 而独眼龙选择独自作战 计划在空中对黑党进行骚扰 等黑党派出龙后 将他们各个击破 军陵这边 女王雷尼拉早年受到人民的爱戴 称她为国王之光 如今国王之光回来了 人民都很欢迎她 但光阴似箭 时光仍然 女王早已不是那个国王之光了 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了贪婪和复仇的化身 她现在比之前任何一位国王都更加残忍 各种科捐杂碎随之而来 人民逐渐开始憎恨女王 城墙之外 风烟再起 科尔的大部队不断减员 只剩下了3600人向南行军 独眼龙在空中 肆意蹂躏着黑党河间地的土地和城堡 当科尔行军到黑水河时 她中了埋伏 绿党的军队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面对数倍余击的军队 绿党的战线瞬间崩溃 科尔爵士当场被击杀 士兵们看到自己指挥官死了 纷纷逃窜 乱作一团 女王的实力与日俱增 而绿党正在日益衰落 但战争仍未结束 独眼龙还在外面不断骚扰 国王本人也不知逃往何方 绿党还剩下一支南边的主力军队 他们一路碾压路上的黑党 直逼军临 女王的首相海蛇体 现在是时候讲和了 战争已经带来了无数的灾难 皇太后和太后可以交给教会 让他们余生在那里忏悔 绿党国王的女儿可作为海蛇的养女 并让她长大后和女王的小儿子结婚 把分裂的塔格列家联合起来 没收独眼龙和国王的龙 并把他俩发配到长城 成为守夜人 本来这是个绝妙的体 不仅得人心还能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巩固实力 但此时的女王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女王和女王的儿子 以及海蛇的继承人 他们每人都有一条龙 一共三条共同守卫军领 其余的四条 游侠王子和偷羊贼的女骑手尼特 一起前往三叉几何 寻找独眼龙 另外两条龙的骑手白发和铁锤 飞往军林最后一个要塞 去协助守卫能力 并摧毁绿党最后的主力 然而事情发展的并不顺利 游侠王子和尼特并没有找到独眼罗 黑党另外两个龙骑士白发和铁锤 到了腾石镇后 腾石镇的守军欢呼雀跃 然而这两位龙骑士 却给腾石镇的守军降下了火雨 女王万万没想到 这两人叛变了 腾石镇本是个繁华的城镇 顷刻间成为了灰烬 绿党攻入了这里 幸存的男人们成为了刀下亡魂 女人们被反复凌辱 甚至连八到十岁的女孩都不放过 这些尸体成为了巨龙的使物 当叛变和战败的消息传来后 黑党女王气得差点晕过去 女王一怒之下 要处死所有四位私生子龙骑士 其中就包括海蛇指定的 朝头堡继承人亚当 当金袍子去抓捕亚当时 他已经得知消息 骑龙逃跑了 走漏消息的人就是海蛇 海蛇被殴打了一顿后 扔进了黑牢 另一边 游侠王子和尼特在女权城休息 而尼特也是一位私生子 所以圣怒下的女王也要处死他 当女权城主得知女王的命令后 并不想这么做 一方面尼特是他的宾客 杀死宾客在当时可是最大恶极的 另外尼特不仅骑龙 他也骑游侠王子 也就是女王的丈夫 万一游侠王子暴怒 那他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故意走漏消息给了游侠王子 游侠王子放走了尼特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游侠王子是这么评价女王雷尼拉的 女王的言辞 婊子的手段 游侠王子给独眼龙下了单挑的战书 在赫伦堡决斗 而在他离开女权城后 女权城也叛变了 加入了绿党 游侠王子在赫伦堡等待14天后 独眼龙和他的情妇 骑着瓦格哈尔出现了 他们在距离游侠王子 百米远的地方降落了 两只龙恶狠狠的盯着对方 不断的嘶叫 独眼龙扶他怀孕的情妇 下来到一旁观战 然后转身嘲笑游侠王子竟敢单挑 说你活太久了 叔叔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游侠王子说 嗯 起码这点 咱俩达成了共识 对话内容火药味非常的浓烈 话不投机半句多呀 年迈的游侠王子 僵硬的爬到龙背上 独眼龙亲吻了情妇后 轻身跃上瓦格哈尔 并寄紧了鞍座上用来固定骑手的皮带 而游侠王子却没有寄固定骑手的皮带 两只巨龙随着各自的怒吼 同时飞了起来 迅速爬升 消失在了云端 游侠王子的龙更小 更年轻 速度更快 瓦格哈尔更大 更年长 也更慢 爬升的比较缓 独眼龙在上空寻找了游侠王子 游侠王子看准时机 俯冲而下 给了瓦格哈尔狠狠的一击 两只龙迅速扭打在一起 相互撕咬 他们的龙焰明亮无比 哭上了渔夫以为天上的云着了火 扭打在一起的两只龙 开始向湖面坠落 在空中 游侠王子从龙岸上月起 手握瓦利利亚 传世之剑黑暗姐妹冲向独眼龙 独眼龙惊恐地看着对方 想解开固定的皮带 但太晚了 游侠王子激怒了他的头盔 并一剑猛地刺住了他的右眼 剑从他的头后传出 半秒钟后 两只巨龙撞击在红面上 掀起的水浪有数十米之高 瓦格哈尔这条活了130年的巨龙 在神掩护坠落而死 游侠王子的龙 克拉克修 勉强地爬到岸上后 没过多久也断气了 在血龙狂舞这段历史结束之后 人们在水里找到了 绑在瓦格哈尔身上 年仅20岁的独眼龙 黑暗姐妹深深地插在了他的头上 游侠王子应该也死了 享年49岁 但没人找到他的尸体 有传闻说 游侠王子斯里逃生 之后他找到了女孩尼特 度过了余生 君临都城内 黑党女王面对众人的背叛 变得孤立无援 他对私生子的逮捕令 使他失去了自己的首相海蛇 和两位龙骑士 女王的兵团中 有一半效力海蛇 当他们得知海蛇入狱后 纷纷离开 当天日落不久 绿党疯癫的王后 自己从楼上跳下 炸死在干枯护城河底部的铁锅上 年仅21岁 黑党的女王 从之前的兽人爱戴 变成了如今的被人唾弃 且父辈受敌 本来他可以听取首相的劝告 就天下于水火之中 但由于各种私欲蒙蔽了他 让他迷失了自己 最后引用一段话 人在面对劝告时 有两种心态 一种是筛子心态 一种是空杯心态 所谓的空杯心态就是 用心去理解别人的劝告 而筛子心态就是 我喜欢的我就听 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听 大多数人都以为 自己在用空杯心态 其实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在用筛子心态 最后你只能听到你想听的话 你只同意你想同意的东西 失败也就不远了 上回说到 黑党成功偷袭首都军领 绿党这边接连惨败 首相科尔战死沙场 黑党女王雷尼拉开始变得狂暴残忍 陆续遭到了背叛 不断丧失优势 四条野龙的骑手 亚当尼特铁锤白发 纷纷叛变或逃走 游侠王子以独远龙 在赫伦堡决斗 并同归于尽 上期的最后 绿党王后 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跳楼自杀 就在那天夜里 军林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暴乱 人民们在战争的恐惧和各种压迫下 焦虑的心情与日俱增 随时都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 暴乱发生于跳蚤窝的小巷里 一群刚刚醉生梦死的老百姓 从这里涌出 群众的负面情绪 在相互的抱怨下被点燃 他们开始肆意的打砸抢 虽然金袍子城管大队前来镇压 但暴徒越来越多 达到了数以万计 身强力壮 装备精良 且训练有素的金袍子 只有区区五百人 但无奈冲突瞬间变成了暴乱 几万人蜂拥而上 如蚂蚁啃食大象一般 几百名金袍子纷纷战死 就连金袍子总司令也未能幸免 黎明时分 整个都成火光冲天 这群暴徒就像蟑螂一样 四处乱窜 烧杀绿绿 傍晚时分 黑党女王发现自己此时四面楚歌 她的统治开始摇摇欲坠 当她得知女权城叛变 游侠王子放走了尼特 并已经战死时愤怒不已 但是比起这些眼下的处境 逐渐让女王从愤怒转变成了恐惧 慢慢的女王周围的人开始陆续逃走 女王的心情此时极其复杂 怒不可遏和万念俱灰交错在一起 她绝望的死死抓住铁王座 满手都是自己的鲜血 女王身边的两个儿子 小一梗几乎一语不发 而13岁的乔佛李王子 祈求女王的恩准 让她现在骑马火速赶往龙学骑上她的轮 像她两位哥哥一样勇敢战斗 女王拒绝了乔佛李 说道你的哥哥们的确很勇敢 但也没能逃脱一死 死神伴随着夜幕降临在了首都军林 成千上万的暴徒纷纷涌出 一位被称之为牧羊人的独臂先知 猛烈地抨击巨龙 他说唯有鲜血才能平息死神的怒火 如果你们想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必须摧毁居住在龙学里的这些恶魔 这些巨龙 希望得救的人呢 你们必须沐浴在巨龙的鲜血中 上万人嚎叫着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暴徒们的愤怒被点燃了 手持火炬 无动起刀剑 朝着龙学有趣 另一边 在塔顶的女王注视着这一切 他下令想要极力挽救 但大势已去 败局已定 他的指令已经没人能够执行 乔佛李王子再次恳求前往战场 又被女王拒绝了 作为一个母亲 他太害怕再失去一个儿子 乔佛李生着闷气 偷了他母亲的龙 紧握着剑飞往龙学 女王想要阻止时 已经晚了 女王的这条龙 虽然熟悉乔佛李的气味 不会攻击他 但也不会允许乔佛李 骑在他身上 由于乔佛李的匆忙 他忘了套上安坐 龙在上空 不断地试图摆脱 最终乔佛李从龙背上摔下 重重地掉到了屋顶上 他的配件从手中滑落 插进了自己的腹部 临死前 王子囔当地说 请原谅我 母亲 成千上万人 涌进了龙学 他们配备着各种武器 长斧长矛狼牙棒 十字弓等等等等 龙学的守卫 瞬间被暴徒们全部杀死 动乱 惊醒了沉睡的巨龙 巨龙们因为受困于围墙和穷顶 以及沉重的铁链 无法飞行 不能用翅膀保护自己 更不能向敌人冲锋 只能用龙焰 龙脚 龙爪和尖牙攻击 暴徒们死喊着巨龙必死 冲了过去 炙热的龙焰烧死了无数人 龙学变成了火葬场 但毕竟巨龙们被束缚着 而且寡不敌众 很快巨龙们纷纷战死 龙学中最后死去的巨龙 是绿党王后的坐骑 梦火 他挣脱了锁链飞了起来 他杀死的暴徒 比其他三条加起来的还多 他本想冲出大门 但是大门被拴死了 无数的箭矢把他逼到穷顶 在巨大的冲击下 穷顶塌陷 屠龙者和巨龙 全部被压死在了这里 女王的巨龙 克拉克修甩掉王子后 不知为何冲向龙学 与暴徒战斗 最终也当场与命 黑党女王在失去了 儿子和龙后 面如死灰 内心悲痛不已 女王带着现在身边 唯一的儿子小伊耿 以及若干随从 弃城而去 逃向目不成 与此同时 滕石镇也是翻天覆地 绿党的戴伦亲王 在这里助手 黑党的两大叛徒 铁锤和白发 帮助绿党攻下这里后 对绿党漫天要价 不满足要求就不干事儿 白发想要得到高挺 铁锤想要成为国王 这俩虽然有实力 铁锤拥有巨龙 青铜之怒 卧米索尔 白发拥有银翼 但他们真没 点亮自己的实际情况 绿党的实力现在很弱 亲王戴伦还是个小屁孩 所以这二位叛徒 处处强硬蛮横 铁锤甚至在腾石镇 当着戴伦亲王 给自己加冕成了王 惹的戴伦 想要把他们 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正当绿党的暗杀小队 准备对着两个叛徒下手时 海蛇保护的那位私生子亚当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 带着少量部队前来 二战腾石镇 此时白发喝了太多的酒 直到战斗结束后才睡醒 铁锤健壮 正准备去骑龙 却遭到了绿党暗杀者的 开膛破度 而绿党的小王子戴伦亲王 从帐篷出来 准备去骑自己的龙 蓝女王时 死在了混乱之下 天空中亚当骑着海烟 迎战三条无骑手的巨龙 银翼蓝女王 青铜之怒 由于巨龙没有骑手 所以他们不知道 共同的敌人是谁 上空的巨龙们 开始了血龙狂舞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向彼此冲锋 追逐 转向 俯冲 盘旋 猛咬 咆哮 互喷龙咽 这是一场战斗致死的舞蹈 巨龙们在空中猛烈地撞击 扭打在一起 不停地撕咬 尾巴抽动的声音 如天雷一般 亚当的龙海烟 被青铜之怒 扯下了脖子 但蓝女王不知为何 从天而降 攻击了青铜之怒 青铜之怒 身受重伤 飞了一会儿便坠落而亡 蓝女王撑到了傍晚 被长弓手们当成了靶子 射死在了地面 战场上只有白发的坐骑 银翼还活着 战斗开始时 他就飞到了上空 暗中观察 第二天早上 白发被绿打 用毒酒所杀 银翼没了起手 但活了下来 亚当用生命证明了自己 阻止了绿党夺取军灵 但是正在跑路的黑党女王 并不知道他的阴旅战死 女王身边的护卫 纷纷逃走 或在保卫女王中被杀 多数城主都拒绝女王入场 女王没有黄金 也没有船 当他把海蛇送入地牢时 他就失去了舰队的支持 女王卖掉了他的皇冠 才得以乘坐布拉佛斯的商船 回到了龙石岛 在龙石岛的卫队 迎接女王进入城堡时 女王在城墙上 看见了龙石岛所有的黑党高级官员 跟糖葫芦一样插死在门楼上 小王子一耿健壮大喊 母亲快逃 但一切都太晚了 女王身边稀少的护卫 被瞬间砍翻在地 这母子俩被押送进了城堡里 看到了绿党残废的国王 和将死的杨颜 女王在这里遭遇了最残忍 也是最后一次的背叛 原来当黑党女王攻入军林时 绿党国王从密道逃走 躲在了龙石岛 毕竟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谁会想到绿党的国王 会躲在黑党的大本营里呢 国王在一艘小船上 打扮成渔夫 躲进了龙石岛阴暗的角落 不知什么原因 国王的巨龙杨颜 也飞毁了龙石岛 由于之前遭到的重创 他没法长时间飞行 国王和他的坐骑杨颜会合 开始养精蓄锐 韬光养晦 当时黑党把龙石岛的精锐部队 都带走了 国王开始收买人心 最后在里应外合下 一手南宫的龙石岛 短短一小时就被拿下 但绿党的行动也不是万无一失 游侠王子一去世的前妻 莱纳尔生下的女儿贝尼拉 在听到动静后 从窗户溜出 这位小姑娘跟他老爹游侠王子一样 勇敢无畏 当追捕者找到这位小姑娘时 他已经悄悄地骑上了自己年轻的小龙 越武飞上了天空 绿党的国王骑着巨龙杨颜 准备进入城堡 没想到贝尼拉骑着越武 向他发起了攻击 如果不是杨颜多次受到重伤还被恢复 越武这条只有马差不多大的龙 肯定不是对手 但现在却势均力敌 两位骑手如箭在悬上 一触即发 在天空中展开了血与火的较量 越武轻盈地来回躲避 直到东倒西歪的杨颜 用龙焰喷瞎了越武 两只龙抱作一团 在坠落时 越武数次攻击杨颜的脖子 撕下无数的血肉 杨颜在关键时刻用巨爪 插进了越武的肚子 两只巨龙坠落在地面上 越武的速度 没能战胜杨颜的力量 很快就死去了 金龙扬言嘶吼地宣示着胜利 但他飞不起来了 热血从伤口不断涌出 绿党国王伊耿 在坠落后双腿骨折 贝尼拉这位年轻勇敢的漂亮小姑娘 此时已浑身是伤 他挣扎着从越武身上下来 本来绿党有些人想当场了结他 但有一位爵士 不知是不是因为荣誉感 让他对这位勇敢的小姑娘 肃然起敬 他提议将贝尼拉送入学室 接受治疗留下当人质 贝尼拉活了下来 并在血龙狂舞之后 嫁给了他心仪的人 平安幸福地度过了一生 绿党残疾的国王 在得知黑党女王要返回龙石岛后 准备盛情迎接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女王却一直蒙在鼓里 当女王见到国王和他残废的巨龙石 放声大笑 说谁干的好事 真得谢谢他 从前英俊的国王在战争的摧残下 变得惨不忍睹 女王又接着说 我亲爱的弟弟 我真的希望你已经死了 国王回答道 姐姐 那也得在你死了之后 随后 女王被人一刀捅进胸膛 巨龙扬言 把女王大蟹拔块 一口口地推入洞中 死前的女王不断咒骂着 她的国王弟弟 女王雷尼拉 享年33岁 最终以血泪收场 女王的小儿子不敢动她 有人提议杀了她 绿党国王一耿陷入了沉思 想了想说 不了 虽然我姐姐死了 但是黑党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 把她关起来当作人质吧 因此 小一耿被关进了龙石岛的地牢里 绿党此时胜利了 国王一耿坐在了铁王座上 没过多久 扬言重伤难治 在痛苦中去世 国王泪如雨下 如今的他 永远不会从创伤中恢复 也无法再享受快乐与幸福 但黑党的势力并没有随着女王的去世而削弱 反而日益壮大 毕竟 绿党国王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处死了她的姐姐 导致黑党这边更加的团结 因为他们都担心遭到同样的报复 所以不愿放下武器 没过半年 黑党便濒临首都城下 绿党国王不禁长叹一声 大势已去 然后饮下一杯毒酒 结束了自己 最终的胜利属于黑党 此时乾坤已定 黑党女王的儿子小一耿 成为了国王 并迎娶了绿党的女儿 杰赫尼拉 黑绿两党 至此结合 塔格利安家族重新团结了起来 到这 血龙狂舞也落下了眉目 黑党女王当初被捕的小儿子维塞里斯 并没有死 被关押在了里斯 哎 王室的贵族就是不一样啊 这位小王子在被关押的时间里 娶了里斯银行家倾国倾城的漂亮女儿 拉拉罗加尔 在血龙狂舞结束后 维塞里斯带着家眷 回到了哥哥伊耿的身边 就为了国王之首 最后总结一下 在血龙狂舞这场斗争中 无论最后谁胜利 两党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最惨的还是老百姓 正所谓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一戎共荣 一损共损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一句苦话 得道而多助 失道而广助 不禁感叹 龙家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了 血龙狂舞到这期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 这个系列的视频准备了很久 在做视频中 血龙狂舞的原著也反复看了很多次 同时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我一直希望用有血有肉 生动有趣的方式 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带给大家 但依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总之多谢各位的捧场 青山不敢 绿水长流 我是拳头 咱们下期再见 本期视频 拳头将结合冰与火之歌原著小说 和维斯特洛百科 来解读全力的游戏 一至七计 由于原著小说 冰与火之歌和电视剧全力的游戏 故事内容相差很多 接下来的解读 会以电视剧的剧情为主 考虑到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这个有复杂庞大历史观的小说 讲明白讲清楚 所以拳头将会主要从 龙家塔格利安家族的历史 和龙妈的故事线来进行解读 最后希望我的视频能让大家轻松明了的 感受到这个史诗级奇幻小说的魅力 故事要先从大约电视剧剧情开始的 一万两千五百年前说起 以便交代剧版全力的游戏 剧情开始之前的历史大背景 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叫维斯特洛的大陆上 最开始在这里居住着很多魔法生物 如森林中的精灵 森林之子 高大的巨人 和其他神秘物种 但不久之后 人类的一个种群 先民打破了这里自然的平衡 他们带着青铜武器 铠甲和马匹登陆了这片大陆 先民们随着人口的扩张和当地的生物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导致了和森林之子们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先民们以更先进的文明 赢得了这片大陆的控制权 于是森林之子们 不得不与先民们签订了盟约 之后这两个种族的文化开始融合 进入到了和平与繁荣的时期 大约两千年后 维斯特洛迎来了长夜 这是他们所在的星球特有的冬季 一旦长夜来临 这片大陆就会持续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夜晚和冬天 在长夜来临时 有些森林之子使用黑魔法 创造了一种叫异鬼的生物 企图报复先民 异鬼简单理解就是丧尸 他们不惧严寒 能将死掉的生物转化为他们的仆人 但让森林之子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创造的异鬼并不受自己的控制 随着异鬼的势力逐步壮大 他们杀死了大量的生灵 于是森林之子们和先民们联合起来 使用了一种稀有矿物 龙精做成了武器击败了异鬼大军 异鬼们只要被龙精伤到 就会立马灰飞烟灭 联军在找到异鬼们的弱点后 把他们赶到了极北之地的冰封地带 在异鬼被击退后 人们建立了绝境长城 它是一座覆盖着兵与魔法的巨大防御攻势 用来保护维斯特洛这片大陆 免遭来自北方的各种威胁 著成者是布兰登·史塔克 他就是剧中大名鼎鼎的史塔克家族狼家的祖先 著成者布兰登和他所带领的巨人、先民、森林之子 建造长城后又建造了林东城 此后布兰登成为了第一代北境之王 他也是当初主动联盟森林之子对抗异鬼的人 随后人类为了保卫长城 创建了守夜人军团 让这片大陆和平的又度过了两千多年 很久之后 一批拥有着七神信仰的安达尔人 带着钢铁武器 从东部的另一片大陆 厄斯索斯入侵维斯特洛 他们将长城以南 每个地带的森林之子都杀光 并控制了南方的先民们 但北方依然处于先民的控制之中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林湾要塞的战略位置 他阻止了多次进攻 日后成为了维斯特洛北境的门户 安达尔人入侵后的几个世纪 产生了几个强大的王国 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 有一些牧羊人 在一个叫十四火蜂的火山群中 发现了龙的巢穴 他们在逐渐与龙接触的岁月里 和龙们建立了某种魔法契约 在他们精通了驯龙后 便开始用龙的力量独揽天际 建立了瓦雷利亚自由堡垒 让众生都匍负于苍穹之下 他们创建的文明迅速崛起 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 毕竟任何武器也不能与龙业和魔法匹敌 瓦雷利亚人的文明极盛时 甚至拥有上千条龙 他们建立的国家 本应该屹立到时间的尽头 但并没有 因为一场由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造成的大地震和海啸 让这个伟大的国家经历了末日浩劫 仅仅数个小时 就让城市所在的半岛 顷刻间化为了废墟 甚至都被撕裂 这次的灾难并没有让龙全部灭绝 这个国家中 塔格利安家族幸存了下来 其中一个传说解释了他们幸存的原因 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小女儿 在灾难发生的12年前的梦境中 预言了这场浩劫 于是这个家族的领袖 带领全族人和五条龙 移居到了龙石岛 末日浩劫的一个世纪后 塔格利安家族的伊耿决定征服维斯特洛大陆 统一这里的七个国家 鹿 鱿 那时候他们的家徽还不是鱿鱼 叫霍尔家族 狼 狮子 园丁家 鹰 太阳 在进攻前 伊耿用像信鸽一样的度鸽 给各个国家的国王 发了同样的信息 大概就是说 要么臣服 要么死 臣服的人可以保留头衔与领地 随后伊耿在黑水河口登陆 第一个被攻打的就是 电视剧中 由于家的祖先霍尔家族 其实这个旗子上是海怪 他们的城堡 是这片大陆上最坚固 最高大的建筑 这些士兵们想坚守城堡 让龙家知难而退 但伊耿仅一人一龙 在夜里飞向城堡的顶端 就将里面的人都变成了烤鱿鱼 说的我都饿了 取胜的伊耿 把这片土地封给了背叛霍尔家的 土利家族 于家 另一边伊耿的妹妹 同时也是他的妻子雷尼斯 就叫他雷斯吧 进行结婚在龙家是传统 所以不要惊讶 目的是保持血统的纯正 雷斯准备去攻打陆家 陆家老国王知道 在城堡里会变成烤鹿 就率军前去迎战 这位老国王 最终战死在了这场战役 陆家兵败如山倒 军队纷纷败逃 陆家的女儿成为了新国王 他十分有骨气 拒不投降 声称要玉石俱焚 但他的手下就没这么有骨气了 当晚就把这位女王 扒得一丝不挂 捆绑到了雷斯的军中 丢给了雷斯的兄弟 奥里斯拜拉西恩 就叫他小傲吧 小傲并没有侮辱他 而是帮他松绑 给他穿上了衣服 等等 为什么雷斯的兄弟 也姓拜拉西恩呢 因为他是私生子 私生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姓氏 话说回来 小傲表示对他父亲 应有战死的行为非常尊敬 于是小傲后来 在娶了这位女王后 很仗义地继续沿用了 陆家的家徽 旗帜等 自此以后 陆家的人都改姓拜拉西恩 当初背叛陆家女王的人 自然都不得好死了 当这片大陆上的两个国家 被伊耿占领后 七国中最富有的两个家族 狮子家和元丁家联合了起来 创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 以为能用人数战胜龙家 结果这支军队 在三只巨龙的火焰下 化成了灰烬 元丁家也在此次战役全部阵亡 后人称这场战役为 怒火燎原 于是伊耿 让提利家族玫瑰家 取代了元丁家 成为了南京的统治者 而狮子家的国王 随即就向龙家 献上了膝盖向他臣服 伊耿延出必行 赦免了他 并让他继续管理自己的土地 在北边的狼家 本来想带着部队攻击龙家 但在狼家的国王看到 怒火燎原中龙家的实力后 便也选择了臣服伊耿 另一旁 暗中观察的鹰甲 同样选择了投降 当伊耿统一了六个国家后 这片土地的主流信仰 七神教的教主 这片大陆的统治者 最后伊耿当初登陆的地方 被人们命名为军林 当他决定将此处 设为自己的宫廷后 军林迅速发展 从破旧的城镇摇身一变 成为了宏伟的首都 伊耿把所有在战争中 从敌人那缴获了剑 用龙眼打造了一个 属于征服者的王座 铁王座 其实在书中的描述 铁王座长这个样子 现在整个大陆 只有多恩的国王 不愿意屈服伊耿 于是雷斯骑龙来到了多恩 站在已经八十多岁的女王面前 要求他臣服伊耿 但是被老女王拒绝了 接着伊耿和姐妹们 带着三条龙去讨伐多恩 但统治多恩的马泰尔家族很机智 马家知道不能和龙们正面刚 于是都躲了起来 准备打游击战 在战争中 马家竟用一支弩箭 射中了雷斯龙的眼睛 结果雷斯和他的龙都摔死了 在盛怒之下 伊耿和他姐维桑尼亚 点燃了处马家住的杨吉城 以外的多恩城镇 试图让多恩人怨恨马家 但多恩人依然团结 在伊耿回城后 多恩的刺客 在各个街道上 准备暗杀他 伊耿在他姐的保护下 躲过一劫 此后伊耿成立了 由各个精英骑士们组成的 王室保镖大队 御林铁卫队 当多恩的老女王去世后 他的儿子不愿意再打仗 希望结束战事 伊耿也厌倦了与多恩的战争 于是答应了多恩的投降 并且和统治多恩的马家 进行了联姻 此后龙家统治了 这片大陆上百年 直到被称为 血龙狂舞的龙家内斗后 龙家元气大伤 好多龙都死掉了 关于这段历史的解读 在我往期的血龙狂舞里 有详细讲解过 故事同样出自 冰火的原作者 马丁老爷子之手 十分的精彩 可以在这期视频中的 分级2看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龙家渐渐失去了巨龙 最后一只龙 甚至只有猫那么大 直到龙家的最后一位国王出现 终结了龙家的统治 他就是被称为封王的 伊丽丝二世 他刚开始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随着岁数的增长 他越来越担心身边的阴谋诡计 变得多疑起来 以至于到了发疯的地步 人们还能忍受封王 是因为他们把希望 寄予了他的儿子 雷加身上 这是一个浪漫 且有才华的人词王子 他喜欢在大街上 给平民们唱歌 用赚来的钱帮助他人 大家希望他能把国家带回正轨 但雷加因为爱情 和本来要嫁给 路加劳伯拜拉西恩的狼家之女 莱安娜·史塔克 私奔了 这样狼家和路加都很生气 他们以为 莱安娜是被雷加给绑架了 于是狼家莱安娜的父亲 和他的大儿子 去找封王寻求正义 结果封王用野火把他俩烧死了 而且还让贵族们都看着 封王并没有就此收手 他还让英家的古地领主 穷恩·艾琳 交出他的两个干儿子 路加的劳伯和狼家的奈德·史塔克 他俩从小就在英朝城长大 英家成主自然不愿意交出他们 于是狼家、路加与英家 决定组成联军 推翻封王的统治 联军们把龙家打得节节败退 虽然联军也败过大仗 但是人民群众早就对封王恨之入骨 于是更多的家族加入了联军 与龙家死磕 龙家的雷加和狼家的莱安娜 秘密结婚后 雷加便率领军队奔赴战场 他在多恩马家的帮助下 组成了一支王军 准备迎战路加的劳伯 在三叉几何 两人相遇 劳伯的战锤杀死了雷加 随着雷加的战败 劳伯来到了首都城下 但他发现首都上 居然插着狮子家的旗子 而不是龙家的 原来老狮子泰温·兰尼斯特 看到龙家大势已去 便临阵倒戈灭了龙家 当狼家的奈德·史塔克 进了军林后 看见了四处烧杀掳掠的 狮子家军队 和坐在铁王座上的 詹姆·莱尼斯特 他是狮子家的大儿子 同时也是蜂王的御林铁卫 他因为蜂王命令 杀死自己的父亲 老狮子泰温 以及想用野火 炸死所有军林里面的人 便一箭刺死了 他曾宣誓要保护的蜂王 奈德是一个 非常重视荣誉的人 他不知道 詹姆杀死蜂王的原因 便当场谴责詹姆 是弑君者 从此弑君者的头衔 几乎追随了詹姆一辈子 狼家的奈德 想让陆家成为新国王的劳伯 惩罚狮子家 但是被劳伯拒绝了 因为他刚登上王位 需要狮子家的支持 同时他赦免了弑君者 还有雷家的御林铁卫 巴利斯坦 塞尔弥爵士 他就是后来那个 追随龙妈的老爵士 劳伯还赦免了一个 叫摩山的人 他杀死了雷家 在多恩的妻子和儿子 毕竟龙家的继承者们 丹尼利斯塔格利安 和小龙王维塞里斯塔格利安 丹尼利斯就是大家俗称的龙妈 龙妈的母亲因为生她 难产死掉了 后来这两个孩子 被一个叫威廉的爵士 送到了另一片大陆 饿舍寺中的自由城邦 布拉佛斯 他们住在一个有鸿门的房子里 年老多病的爵士 对小龙妈十分和善 几年之后 这位爵士去世了 这俩孩子被仆人们赶了出去 小龙妈和小龙王四处寻求帮助 因此小龙王也得到了 乞丐王的称号 小龙王由于长期遭受到 生活的压力和外界的羞辱 变得越来越暴躁 身边的小龙妈 自然成为了小龙王的出气筒 他总是怪罪小龙妈的出生 害死了他们的母亲 并且他还经常对妹妹 毫无顾忌地乱发脾气 还恬不知耻地对妹妹说 他的坏脾气 是真龙传人的证据 每当小龙妈惹他生气 他就称之为唤醒了睡龙之怒 小龙王还迷之自信 自己总有一天会夺回王位 但聪明的小龙妈 早就意识到 哥哥重新夺回铁王座的幻想 是不切实际的 小龙妈自出生后 就没有生活在维斯特洛的记忆 所以他一开始 并没有夺回铁王座的想法 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恐惧 以上内容就是 电视剧开始之前的故事 咱们接着来说龙妈 他们最后得到了 一名自由贸易城邦 潘托斯总督的帮助 这位总督家财万贯 又在这里位高权重 他让这俩孩子住在豪宅 并愿意帮助他们 夺回铁王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总督和小龙王 为龙妈安排了 和一个游牧民族部落的首领 卓哥的婚姻 来交换他的四万多战士 卓哥就是大家俗称的海王 而不是是马王 马王是多斯拉克人 这帮人就是活在马背上长大的 所以他的四万多战士 都是所向披靡的骑兵 马王不仅是个骁勇的战士 还是个很富有的首领 龙妈对野蛮的马王很恐惧 然而他的哥哥 依然强迫他和马王结婚 在结婚典礼上 龙妈收到了很多礼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礼物是 总督送给他的三枚龙蛋化石 这个总督为什么对龙妈这么好呢 其实在原著中 最初他被龙妈的美貌所吸引 本想杀死小龙王 娶龙妈为妻 但后来他发现龙妈太胆小 整日就是一副 提心吊胆 担惊受怕的模样 于是就对他丧失了好感 便转手把龙妈嫁给了马王 换点好处 婚礼结束后 龙妈被马王脱下衣服 流着恐惧的眼泪 和丈夫那啥 你懂的 之后在龙妈等人 前往马王大营的路上 小龙王在和乔拉莫尔蒙聊天 乔拉就是大家俗称的大雄 他大雄这个外号 是因为他的家徽是雄 领地也叫雄岛 他沦落至此 是因为他的妻子 他为了妻子花光了所有钱 最后只能把偷猎者 卖给别的国家当奴隶 这在北京是犯法的 于是大雄就和妻子来到了这里 而他的妻子 也因为大雄变得穷困 悄悄离开了他 之后他就成为了 小龙王的雇佣启事 一旁的龙妈很不适应这里 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就是 这三颗龙蛋化石 他寻思着 既然已经嫁给了马王 就有必要成为他真正的妻子 而不是一个玩物 于是他让自己的女仆 教授他俘获男人的技巧 龙妈学得很快 也成功地让马王 败倒在了他的石榴裙下 从此马王爱上了龙妈 打着之后 龙妈渐渐学会了坚强 开始敢于反抗哥哥的欺凌 这让小龙王很不爽 一段时间后 龙妈偶然一次 伸手拿起 放在炙热炉子上的龙蛋 却没被烫伤 这让他知道了 自己不怕火 在龙妈怀孕后 他接受了一个仪式 把一匹马的心脏全部吃下 龙妈艰难地吃完后 老神棍门预言 他未出生的孩子 将会成为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征服者 统治世界 龙妈将他的孩子 命名为雷哥 此时小龙王对妹妹深得人心 感到十分愤怒 便返回营中 想将龙蛋带走 卖掉他们 换取一支军队 去攻打维斯特洛 结果被大雄阻止 越来越愤怒的小龙王 在之后 马王和龙妈的宴会上 醉酒闯入 拔剑威胁 要杀掉龙妈 还命令马王 立刻兑现他的承诺 为他攻下七大王国 马王同意给他一顶 凡人目睹都会颤抖的 黄金宝关 天真的小龙王以为 对方真的想兑现承诺 结果马王 把自己的金室融掉 将这堆融化的黄金 倒在了小龙王的头上 龙妈冷静地 看着哥哥的死去说 之后龙妈在集市中 险些遭人用毒酒暗杀 好在大雄识破了刺客 此时激怒了马王 他决定率兵征服维斯特洛 马王在准备征服的途中 细节了一个和平的村庄 士兵们奸杀了那里 无辜的妇女 接着龙妈开始反对 马王的部下虐待平民 这些部下对龙妈 也开始产生不满 甚至与马王当众决斗 马王轻易地杀死了这位部下 但自己身上被割了一刀 龙妈让他刚救下的女巫 帮马王治疗 结果没多久 马王的伤口就开始溃烂感染 龙妈又让那个女巫治疗马王 大雄建议龙妈要赶紧离开 他怕马王死后 他的属下们会为了争夺权力而伤害他 龙妈不愿意放弃丈夫 巫婆说可以挽救马王的生命 但需要其他生命来交换 龙妈同意了 但跟随马王的战士们很生气 因为龙妈竟然相信血猫法 一个叫科索的人 甚至攻击了龙妈 导致他提前早产 好在大雄及时出手杀死了他 不久龙妈就要生产了 但少有人愿意帮他接生 认为他被诅咒了 但龙妈醒来后得知 他的儿子死了 巫婆确实保住了马王的命 但马王永久变成了植物人 不能康复 大部分人陆续离开了马王的队伍 龙妈指责巫婆 没有告诉自己血魔法的真实代价 巫婆反驳道 他这样做是为了 替自己村庄的人报仇 龙妈不忍心看到丈夫这样 便把他闷死了 龙妈和他的追随者 建立了一个柴堆 为马王举行葬礼 他将龙蛋放进柴堆中 然后他命令大雄 把巫婆也绑在柴堆里 随着柴堆燃烧 龙妈宣布他将建立一个 以他为女王的卡拉萨 卡拉萨就是游牧族群的意思 随后他步入柴堆 大雄以为龙妈是想殉葬 随着清晨来临 大雄和其余人惊讶地发现 龙妈不仅安然无恙 他身上还出现了三个幼龙 丹尼利斯自此成为了真正的龙妈 真龙出现 众人低头向龙妈乘服 龙妈决定跟随着天空中 出现的红色彗星前进 在火葬马王当晚 他就看见了这个彗星 他的小龙也是在那时苏醒 龙妈认为这是天上诸神 为他派来的指路星 他们跟随着彗星 走进了被称为 红色荒原的沙漠区域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座被遗弃的城市 便停下休息 并派人侦查前进的方向 其中一人回来告诉龙妈 奎尔斯城的领导者们愿意接待他 于是龙妈等人去到了这座城市 龙妈抵达城门前 城中的领头者要求看一下龙妈的龙 才决定是不是让他们进城休息和补给 龙妈拒绝了他 于是城主打算让龙妈一行人留在沙漠等死 这时城中其中一位商人 扎罗暂望达索斯 抗议他同伴的决定 并担保龙妈等人 于是城门打开了 扎罗在自家花园召开宴会 欢迎龙妈的到来 此后龙妈得知了 篡夺他父亲王位的劳勃已经死了 以及在七大王国发生的战争 龙妈在城中修整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小龙能喷火了 龙妈还发明了让龙喷火的命令 之后他想要从富商扎罗那得到援助 以征服维斯特洛 扎罗表示愿意帮助龙妈的事业 前提是两者联姻 但大雄建议龙妈还是小心为妙 他认为只要龙妈回到维斯特洛支持他的人 必将揭竿而起 所以不用着急联姻 一天龙妈的龙丢了 焦急着他四处寻找 并命令大雄去打探消息 富商扎罗表示 自己没能保护好龙妈的龙很愧疚 另一边龙妈去找掌管这座城市的十三巨子会谈 南无承认他偷了龙 并决定拥立富商扎罗为这座城市的王 原来两人早就串通好 南无的人干掉了其他十一巨子 并邀请仓皇逃窜的龙妈来不朽之殿找他的龙 大雄建议龙妈丢下三条龙逃离着 龙妈不肯坚持要把龙夺回来 他进入了不朽之殿 因南无的魔法 他被迫与大雄他们分开 龙妈发现自己身处圆形的空房间 周围有很多扇门 每一扇门后面都有幻象 当他回到那间空房时 发现了被锁链锁着的幼龙 南无现身向他说明 他和他的小龙将会成为自己的法力源泉 龙妈被南无的魔法锁住 被困了龙妈 号令幼龙们喷火烧死了南无 龙妈因为负伤闸罗的背叛 回到他的宫殿与他对峙 同时还看到了自己的亲信 就是当初传授他 威爱鼓掌技巧的女仆 竟然跟负伤闸罗背叛了自己 龙妈拿走了负伤的钥匙 用他打开了宝库 他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龙妈下令把女仆和负伤锁进去 这两位的哀号 随着大门的关闭消失了 大雄下令拿走这里所有的珠宝和金子 于是龙妈买了艘船离开了这里 去了奴隶湾的城市 阿斯塔波 他的三条龙正不断成长 但还不能用作战争 他想要夺回维斯特洛 就需要一支军队 大雄说 阿斯塔波训练的精英太监战士 乌购者据说是世上最优秀的士兵 关于乌购者历史的详细解说 可以在分级三中看到 龙妈本不想用奴隶士兵 但现在他没得选择 龙妈参观了无购者的营地 同行的还有负责翻译的奴隶 弥桑代 奴隶主用瓦雷利亚语向龙妈介绍 无购者自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战斗训练 并且每四名受训者中 只有一人能活到训练结束 无购者不畏惧疼痛与死亡 为了证明这点 他销掉了一名士兵的乳头 证明无购者心中没有丝毫软弱之处 在训练结束前 他们必须去奴隶市场 买下一名新生儿 并当着母亲的面将其杀死 龙妈对此感到异常愤怒 但他仍向对方询问 有多少无购者代受 奴隶者表示有八千人 在回传的路上 一个小孩将木球扔给龙妈 当他伸手拿球时 一个披斗篷的陌生人冲过来 将他打落在地 木球碎裂成两半 一只蝎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开始朝龙妈进攻 陌生人用匕首刺穿了他 小孩露出牙齿 发出爬虫般的丝鸣 样子看上去像极了男巫 接着使用魔法逃跑了 龙妈走向救命恩人 令他惊讶的是 对方称龙妈为女王 并揭开了自己的斗篷 龙妈问大雄 是否认识这个男人 惊讶的大雄告诉他 眼前的这个人 是维斯特洛最强大的战士之一 巴利斯坦塞尔米爵士 是御林铁卫队长 他曾保护过龙妈的哥哥雷加 和龙妈的爸爸封王 以及篡位者劳博 老爵士跪在龙妈面前 说他一直都在寻找龙妈 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 并允许自己为其效力 让他能够为 由劳勃叛乱 导致龙家败落的过程中 自己没能尽责赎罪 龙妈接受了他 隔天 龙妈决定用最大的龙 交换全部的无垢者 并要求把翻译女孩 弥桑袋送给自己 奴隶主们愉快地同意了 大雄等人奔向阻止龙妈 但龙妈心意已决 并在之后提醒大雄等人 以后不要在外人面前 质疑自己的决定 到了交易的日子 数千名无垢者 集合在了城市的广场上 奴隶主通过翻译告诉龙妈 他买下的无垢者中 大多数都未经过战火洗礼 所以在他返回维斯特洛的路上 可以先试着 劫掠一些较小的城市 让他们积累经验 龙妈将最大龙卓哥 从龙中牵了出来 将锁链递给了奴隶主 对方交给了他 象征着无垢者所有权的鞭子 龙妈询问交易是否已经完成 奴隶主拖拽着龙 不耐烦地给了肯定的回答 让弥桑带吃惊的是 龙妈突然开始使用 当地奴隶主用的语言 瓦雷利亚语 对无垢者罚号施令 到无垢者们照做后 龙妈清楚地知道 无垢者现在真的属于他了 尚没注意到这一点的奴隶主 辱骂着龙妈 还抱怨着龙 完全不服从他的指挥 龙妈用瓦雷利亚语回答道 惊呆了的奴隶主说 你会瓦雷利亚语 龙妈告诉他 自己的血脉 源自古瓦雷利亚语 瓦雷利亚语 正是他的母语 他在整个过程中 都装作懵懂无知 忍受着奴隶主的下流话语 只是为了麻痹他们 龙妈转向无垢者 命令他们杀死所有奴隶主 他着重强调要放过儿童 并砍断任何他们看见的 奴隶身上的锁链 无垢者遵从他的命令 立即开始攻击四周的奴隶主 奴隶主绝望地呼喊士兵杀死龙妈 但却被龙吐出的龙燕吞没 龙飞上天空 烧死了在城墙上观看的奴隶主们 无垢者大军攻陷了这座城市 他们解放了全部的奴隶 之后龙妈走在无垢者当中 告诉他们都已恢复自由之身 任何人现在都可以自由离开 不会受到伤害 愿意留下的 会以自由之身为他而战 短暂的寂静后 所有的无垢者都表明 愿为龙妈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龙妈现在终于拥有了一支军队 他率领大军离开了这座城 并把象征着奴役的鞭子扔在了地上 他决定带着军团去解放下一座奴隶城市冤凯 龙妈对无垢者的军官们发表演讲 告诉他们已经是自由人 有自己的选择 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于是一个叫灰虫子的人 成为了军队的长官 他叫灰虫子是因为 奴隶主强迫他们用卑贱的名字 弱化他们对自己生命的价值 龙妈要求他们改名字 但灰虫子不愿意 因为他用这个名字的时候 遇见了龙妈 并被他给予了自由 龙妈被灰虫子的忠诚打动 他的军队抵达了冤凯 这就是一座奴隶主统治的城邦 但他们不训练军队 而是训练床奴 大雄提醒龙妈攻打这里 对夺回铁王座毫无帮助 但龙妈决心要解放这座城里无数的奴隶 他下令给城中的奴隶主送去了一封信 大概就是告诉城主 要么投降 要么死亡 不久 冤凯的使者来与龙妈交谈 使者开始想用金钱打发走龙妈 但龙妈说 如果你放了城里所有的奴隶 我们就走 使者一看软的不行就想来硬的 威胁龙妈自己背后有人 而且很强大 此时龙妈不动声色 但他的三条龙怒吼了起来 使者一看没得聊了 便想拿回金子 但龙妈明显不让 最后使者逃了回去 之后龙妈查清了冤凯背后的盟友 是一个叫次子团的专业雇佣兵兵团 龙妈决定给次子团一个机会 便与他们的团长进行了一次会谈 会谈进行的并不愉快 团长非常的粗鲁 并不把龙妈放在眼里 甚至还拿女奴做比较侮辱龙妈 龙妈很大度 并没有把这些粗闭之语放在心上 让他们回去了 但龙妈在他们走后决定 干掉次子团 并第一个除掉他们的团长 另一边的次子团 团长等人决定派人刺杀龙妈 当晚龙妈正在沐浴 一名无垢者突然进入帐内 手握匕首 抵住了弥桑袋的喉咙 吩咐他不要出声 来者摘下头盔 原来是次子团里的小白脸达里奥 后面就叫他小达吧 方便大家记 这个人我跟小说中的区别很大 原本次子团在书中叫爆鸭团 小达是其中一个团长 书中他把胡子和头发都染成了蓝色 他说自己本是奉团长之命来杀龙妈 但他自己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说完 他亮出了另外两个团长的首级 龙妈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他从浴缸中站起身来 问小达能否向他宣誓效忠 小达屈膝跪地 说他的剑 他手下的次子团和他的心 都已属于龙妈 在商讨进攻冤凯后 小达告诉他们 有一条密道可以秘密潜入 从内部打开冤凯大门 最后大家采用了这个建议 半夜 小达 大雄 灰虫子三人 悄悄潜入 结果被大批奴隶战士包围 但他们三人战斗力实在过硬 成功完成了任务 控制了冤凯 当龙妈释放了城中的奴隶后 他们开始高呼龙妈为 弥杀 意思是母亲 可见大家对龙妈的感恩戴德 人们将龙妈高高举起 表示感激 大家好 我是拳头 咱们接着上期视频 继续来聊权力的游戏 冤凯被解放后 龙妈决心把最后一个奴隶城邦 迷林也解放了 在路上 小达跟龙妈调情 这一季小达换演员了 突然军队停了下来 龙妈看见了从此处 到迷林的163里间 每一里都有一个被钉死的奴隶儿童 这加剧了 龙妈解放奴隶制的决心 当龙妈的军队 兵临迷林城外时 一个迷林最勇猛的斗士 等着他们 大雄说 必须选出一人 与他对战 最后龙妈选择了小达 那斗士骑着骏马 全副武装冲向小达 小达只是站在那里 然后当马冲过来时 他用匕首射箭了马的眼镜 轻松地杀死了敌人 之后龙妈告诉城中的奴隶们 他已解放了两个奴隶城市 随后他命令投石车 投掷木桶 通力装满了破碎的镣铐 这彰显了龙妈解放奴隶的决心 同时这也给城中的奴隶带去了希望 深夜 灰虫子带领一队人 通过下水道进入迷林 他把剑和武器送给奴隶们 奴隶彻夜杀死了奴隶主 进行自我解放 当天上午 龙妈下令 处死剩下的奴隶主 把他们定在木桩上 一压还压 在龙妈攻下迷林后 他得知了新国王乔佛里的死讯 便想使用迷林海军 借此机会攻打维斯特洛 但大雄说 现在的实力还不足够赢得七大王国的忠诚 并且告诉龙妈 之前解放的两个奴隶城 当他走后没多久 就重新回到了奴隶主的手里 奴隶贩子再次统治了那里 于是龙妈想自己统治奴隶班 在龙妈统治的这段时间 出现了些矛盾 一天 一位当地贵族的儿子来觐见龙妈 他希望埋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父亲 并且说 他的父亲其实是坚决反对 奴隶主残忍对待奴隶的 他父亲的死 完全是龙妈的正义造成的 龙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人叫西兹达拉佐洛拉克 后面就叫他佐吧 佐十分富裕 拥有许多竞技场 而且他的影响力很大 在奴隶班周围的城邦中 有不少亲戚朋友 晚上当龙妈回到卧室后 看到了小达 他很惊讶 在小达宣誓了忠诚 于对龙妈的爱意 和自己的天赋异禀后 龙妈命令他脱下衣服 然后 第二天早晨 大雄看到小达 从龙妈的卧室里出来 很不开心 而龙妈对大雄过度关注 自己的私生活感到反感 龙妈说 他已经派小达的军团 去冤凯重新夺回控制权 大雄希望龙妈 不要对奴隶主赶尽杀绝 会出问题的 于是龙妈让大雄和佐 作为大使 去冤凯给那里的奴隶主 做个选择 要么解放奴隶 要么等死 直到奴隶主做出选择为止 次子团都不会离开冤凯 一天 当灰虫子和无垢者们 在迷林城外游泳时 无意中看见 弥桑代和他的女伴们 在河流下游洗澡 弥桑代注意到灰虫子 看自己的目光不太一样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这让弥桑代觉得很诡异 毕竟灰虫子是太监 回去后 他与龙妈谈论起 灰虫子偷看他洗澡这件事 这让龙妈很惊讶 之后龙妈招来灰虫子 询问这件事 灰虫子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弥桑代在原谅他后 灰虫子感谢了他 另一边的老爵士 收到了一个男孩 给他的一份卷轴 老爵士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封国王劳博 赦免大雄之前 贩卖奴隶的皇家特赦令 这说明大雄之前 是国王派来的间谍 他立刻前去找大雄对峙 大雄请求和龙妈先谈一想 但老爵士不肯 很快得知真相的龙妈 愤怒地让大雄给他个解释 但无论大雄怎么解释 他之前是国王间谍的事情 都是事实 龙妈决定放逐大雄 只给他一天时间离开 如果之后任何人 再在弥林城内看到大雄 大雄的头就会被砍掉 无奈的大雄 只好孤身地离开弥林 随着龙妈的统治时间 越来越长 更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以前很多的奴隶都有工作 但自从他们恢复自由之身后 就没了工作 甚至无家可归 而且经常被抢劫 所以他们想重新变回奴隶 这让龙妈大说大计 因为他破坏了旧体制 却没有建立出新的体制 老爵士警告龙妈 奴隶主会利用这个漏洞 再次奴役以前的奴隶 之后的请求者是个牧羊人 他向龙妈展示了 自己的孩子的交骨 这是龙妈最大的龙 卓哥犯下了罪行 但卓哥已经失踪了 龙妈对此很镇静 他意识到自己 现在很难控制他的龙了 于是他忍痛将剩下的两条龙 锁进了地下墓穴 现在龙妈的同志 逐渐陷入了危机 一个无垢者 在风俗场所买春时 为什么一个太监会去这里呢 其实他们只是去寻找 类似母爱的抱抱 然后安然入睡 这名士兵正要入睡时 就被阴身女妖 这个反动组织的人杀死了 龙妈知道这件事后 决定为他在当地 反动者的神庙里进行后葬 龙妈也是希望 能通过后葬 激怒反动者引出他们 会重置于小达 开始寻找反动者 根据小达的情报 他们勤获了一名反动者 奴隶代表 极力劝说龙妈杀死他 但会后 老爵士告诉龙妈 公平审判的重要性 不要重蹈他父亲 封王的残暴行为 龙妈说 我不是我父亲 并且会对反动者 进行公平审判 但是这个奴隶代表 竟然私自杀死了反动者 还把他的尸体 挂在了大街上示众 于是龙妈为了推行法律 实现公平正义 只好把这位奴隶代表 当众处死 结果奴隶们 开始对龙妈产生不满 好在士兵 及时把龙妈撤离了现场 现在龙妈的支持者更少了 奴隶主一开始 就不支持龙妈 现在奴隶们 也开始不支持他了 就在龙妈感觉到了 统治者的孤独时 他的大龙卓哥 回来看了他一眼 就飞走了 隔天 左建议龙妈 根据传统重开竞技场 以表示尊重当地传统 把大家重新团结在一起 龙妈强烈拒绝这一提议 另一边 反动者们正在策划一场暴动 许多无垢者 和刺子团的人被杀死 灰虫子的小队 也陷入重围 他的手下全部战死 好在老爵士闻讯赶到 帮灰虫子协力杀死 剩下的敌人 但两人全部都身受重伤 之后灰虫子 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而老爵士重伤难治 不幸去世 龙妈非常的伤心和愤怒 老爵士对龙妈来说 是个忠诚的朋友 一个伟大的骑士 却这样死在巷子里 他决定 把城里所有大家族的族长 都抓起来 左因此也进了监狱 为了报仇和震慑奴隶主 龙妈压着几名奴隶主 来到关着龙的地下室 其中一人 被龙喷火烧死并吃掉 其余的贵族 当场被吓得魂飞魄散 不久灰虫子醒来 他说他感到很耻辱 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 竟开始害怕死亡 无垢者应该都是不惧怕死亡的 但他怕再也见不到身边的迷丧带 感动的迷丧带亲吻了他 第二天 龙妈对自己统治陷入了迷茫 他不知道 该听死去的老爵士实行人证 还是听从小达的建议 杀光所有奴隶主 他决定去建左 听从他之前的建议 遵循迷林的传统 去团结人民 龙妈打算 先从重开竞技场开始 为了建立和迷林长期可靠的关系 龙妈提出和左联姻 这让一位死期将至的左受宠若惊 不久后 龙妈在竞技场观看奴隶格斗 残忍的格斗厮杀 引起了龙妈的不适 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 一个戴着头盔的勇士 不顾奴隶主的阻止 冲进竞技场 击败了所有人 当他脱掉头盔时 龙妈惊讶的发现 这个人竟然是大雄 龙妈不想见到他 大雄说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礼物 随后他带来的礼物 从竞技场走了出来 这人竟然是 当初背叛龙家风亡的 狮子家老狮子泰温的小儿子 小恶魔提利昂兰尼斯特 因为他是个侏儒 所以有时候被人戏称伟 小恶魔和半人 小恶魔的外号也是由此而来 他非常喜欢读书 善于思考 富有谋略 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命运对他不公 他的父亲 因为小恶魔天生畸形 认为他的存在 抹黑了狮子家 再加上他的出生 害死了他母亲 所以他爹 总想置小恶魔于死地 抹出自己的耻辱 这导致小恶魔 成为了杀死父亲的通缉犯 最终踏上了流亡之路 小恶魔对龙妈说 自己就是大雄要献上的礼物 之后小恶魔 在大殿跟龙妈的对话 充分展现了 小恶魔的说话智慧 龙妈问小恶魔的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证明 自己就是小恶魔 以及如果你真的是小恶魔 我为什么不杀了你 替我家族报仇 小恶魔回答 我出生时 我的母亲因难产而死 之后 我又让自己的父亲 一箭透心凉 我可以算得上 最出色的狮子家杀手了 小恶魔在这段对话里 首先用母亲难产而死 这种非常私密的事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又用杀死老狮子泰温这件事 证明了自己 不站在狮子家那边 龙妈又接着问 就凭你谋害至亲 就该欢迎你效忠于我 小恶魔回答 是否效忠于您 还要看您是否值得我效忠 这一句话 表现了小恶魔 不卑不亢的骨气 接着小恶魔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在有史以来 最猛烈的天气中 降生的婴儿 没钱没地没军队 只有家族姓氏 真正支持他的人 屈指可数 最后这个孩子四处流亡 被刺客追杀 最终嫁给了一个 少数部落的军阀 但数年之后 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女孩 一下子什么都有了 甚至还有了三条龙 大多数人都认为 它是改变世界 最好的机会 也是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想见一下您 这里进一步证明了 小恶魔的身份 因为不是上流人士 哪里能听来这么多 关于龙妈的情报 而且他还进一步阐述了 来见龙妈的理由 他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而自己也有同样的理想 接着龙妈 问出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对我有什么价值 小恶魔说 如果你要征服 维斯特洛这片大陆 就需要一个了解那里的人 知道那边各大家族的 软肋和实力的人 毕竟杀戮和政治统治 不是一回事 小恶魔接着说 自己之前 做过国家的首相 国王之首 即便那时的国王 乔大帝是个傻缺 他也能把国家 统治得很好 他认为 如果龙妈真的名不虚传 自己能帮龙妈 统治得更好 小恶魔的这段话 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一方面 自己有优秀的工作经验 一方面 自己的情报 对龙妈很有用 龙妈听完小恶魔的话 就动心了 马上出了个面试题 给小恶魔 我之前下过命令 如果大雄出现在这里 就处死他 现在如果我不处死他 就会失信于人 以后统治 别人还怎么信我 小恶魔想了一会儿说 从我的观察来看 大雄是一个忠诚于您 甚至愿意为您去死的人 但他确实背叛过您 我认为 他从未向您坦白 是因为他太崇拜您 甚至爱您 所以过于怕失去您 以至于以前 一直不敢坦白 怕您不会原谅他 接着龙妈问到了重点 所以我该杀了他吗 小恶魔马上回答道 杀死忠义之士的统治者 无法唤起人们的忠诚 那您也不能把他留在身边 最后龙妈决定 再次放逐大雄 小恶魔这段对话 让本来就对大雄有感情的龙妈 既下来台 又可以不杀大雄 真是妙啊 这次面试 小恶魔成功了 后面在龙妈和小恶魔的单独谈话中 小恶魔又用自己的真诚 换来了龙妈进一步的信任 最终小恶魔成为了龙妈身边的谋臣 帮他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不久后 在迷邻大型竞技场中 龙妈再次看到了大雄 他宁愿成为奴隶 也要为龙妈而战 所以他重新回到了竞技场 龙妈看到大雄如此的忠诚 非常的惊讶 在格斗中 大雄几次险些丧命 龙妈都非常的担心 好在大雄精湛的战斗技法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就在大家为大雄欢呼时 他突然拿起长矛 丢向龙妈 杀死了龙妈背后 要暗杀他的反动者 紧接着 英神女妖之子的反动者们 出现在竞技场的各个角落 开始屠杀奴隶主和平民 左也当场丧命 在龙妈危急关头 大雄和小达救走了龙妈 小恶魔救了翻译官迷藏袋 他们发现各个出口 都被敌人封住了 最后龙妈不足20人的部队 被围在场地中央 敌人太多 龙妈握住迷藏袋的手 做着最坏的打算 不知道是不是龙妈最大的龙 知道妈妈有危险了 在离家出走数月后 终于飞了回来 刹那之间 龙的吼叫震破天机 他的出现扭转了战局 敌人们被吓破了 龙杀死了大部分的反动者 但敌人的长矛不断刺伤着龙 慌乱之下 龙妈骑上龙 带他飞离这里 成功逃离几百年来 又一位龙家的人 骑着巨龙 飞向了天机 因为巨龙的出现 小恶魔等人也得以活了下来 之后 小恶魔灰虫子和弥桑袋 负责管理迷离 大雄和小达 负责找到失踪的龙妈 在一座山丘上 龙妈的龙 因为身负重伤 骑兵围住了他 不久后 大雄和小达 发现了龙妈 被多斯拉克人捉走了 他被捉走是因为 龙妈是马王的妻子 所以要被送去 多斯拉克的神庙 和其他寡妇一起生活 另一边 小恶魔等人 统治的迷离并不好 奴隶主又卷土重来 控制了其他两座奴隶城市 小恶魔为了保护龙妈的龙 冒死将他们的枷锁解开了 小达和大雄 在计划如何救出龙妈时 小达发现 大雄得了灰灵病 抓住了小恶魔后 被放逐的灰灵病患者 碰到所导致的 他的症状 是使患者的皮肤硬化 布满黑灰斑点 感染的地方触碰起来 如石头一般坚硬 最恐怖的是 患病者的全身 都会变成这样 然后痛苦的死去 只要正常人 接触到患病者的变异区域 就会被感染 当初龙妈 被大雄牵手没有事 是因为当初大雄的手 没有变异 他们俩半夜 潜入多斯拉克人的神庙 找到了龙妈 龙妈让小达 放了他刚认识的朋友 并说道 我们不可能走出这里 会被他们的快马追上 于是龙妈打算换个法子 他提出 跟这里所有的领导者见面 龙妈对这些大老粗 提出了一个建议 简单来说就是 要么归顺于我 要么死 于是这帮大老粗 纷纷大笑 表示要搞死龙妈 龙妈也跟着大笑 推倒了身边的火盆 并提前让人 锁住了出去的大门 整间屋子里的人 都被烧死了 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了 防火意识是多么的重要 房屋被点着后 人民群众纷纷聚集过来 当屋子里停止了尖叫后 龙妈一丝不挂的 从烈火中走了出来 人们看着龙妈 以为他是神 纷纷向他跪拜 龙妈在成功 让所有多斯拉克人效忠后 看着被自己 两次放逐的大熊 这次龙妈 想让他留在身边 大熊说 你必须赶我走 因为我得了灰灵病 并且对龙妈说 I love you 龙妈被全有好备胎 大熊感动得稀里哗啦 最后对他下达了一个命令 必须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 然后回到我身边继续效力 之后龙妈带领多斯拉克大军 去往米林 他找到了已经恢复好的大龙 骑着他对多斯拉克人 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这让在场所有的人 都决心跟着龙妈征服世界 另一边的米林 因为小恶魔跟奴隶主的讲和 已经维持了两周多的和平 没有发生过伤亡 米林开始恢复了生气 贸易逐渐增加 物资越来越丰富 小恶魔还和光之王的祭祀们达成了协议 让他们四处宣扬龙妈的盛名 以让龙妈得到更多的支持者 小恶魔觉得一切都很OK 只要等龙妈回来就行 结果那帮奴隶主出尔反尔 答应讲和 原来只是缓兵之计 他们现在带着上百艘战舰 出现在米林海边 战舰不停地攻击城市 这让小恶魔吃了哑巴亏 正当危急关头 龙妈骑龙出现 现在米林被敌人围攻着 小恶魔不知道该怎么向龙妈解释 只是希望龙妈不要被表象迷惑 说自己之前的管理确实还不错 但敌人看到米林 快速地繁荣昌盛 眼红了 坐不住了 所以才这么快就发动攻击 龙妈肯定了他的业绩 并说出自己的计划是 把所有的敌人都碾成鸡粉 小恶魔不建议他这么做 因为当年他爸封网也是这么干的 所以他建议另一种方法 于是龙妈再次和三位奴隶主代表见面 奴隶主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认为龙妈是来谈判求和的 并用各种话侮辱他 让龙妈净身出户 滚出奴隶湾 龙妈淡定地说 你们误会了 我是来商讨你们的投降协议 而不是我的 等奴隶主还没笑完 龙妈就骑着巨龙 召唤了其他两条龙 烧着了海面上无数的木船 这让局势突然逆转 很多敌船纷纷投降 在密林城外 龙妈数以万计的多斯拉克骑兵 向敌人冲去 他的军队很快控制了局面 小恶魔为了收买人心 又出了一计 其中两名身份高贵的奴隶主 马上出卖了 较为低贱的奴隶主 于是这两个自认为高贵的人 被杀死了 侥幸活下来的这位奴隶主 立马对龙妈心生感激 再加上他对同伴的背叛 和战争的失败 之后他即便不会真的忠诚于龙妈 也不敢再背叛了 这个人就是当初 小恶魔逃亡被抓 成为奴隶后 买下他的奴隶主 小恶魔告诉他 如果你身边的人 再有想恢复奴隶制的 请麻烦你告诉他们 龙妈今天在这里做了什么 战争结束后 从维斯特洛的鱿鱼家 来了俩姐弟 他们的父亲被叔叔杀害了 还被叔叔篡夺了他们的统治权 姐姐叫亚拉 弟弟叫西恩 他们带来了一百艘船 和众多水手给龙妈 要求是希望龙妈帮助姐姐亚拉 夺回铁群岛鱿鱿鱿鱼家的王座 在姐姐亚拉同意龙妈的要求 改掉他们海盗 烧杀抢掠的陋习后 龙妈同意了他们的加入 关于鱿鱼家族的详细解说 可以在这个视频的分解二中看到 之后奴隶湾被改名成龙之湾 奴隶志在这里一去不复返 龙妈完成了统治这里的使命 现在他将要带领全部人马 登船渡海去征服维斯特洛大陆 他听取了小恶魔的建议 不让情人小达跟着去 因为小达会成为 龙妈在战争中的负担 而且龙妈也不能跟小达结婚 毕竟门不当户不对 于是他决定 让小达和次子团留下 保卫龙之湾的革命成果 小恶魔觉得龙妈非常的明智 他认为这是登上铁王座 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龙妈同意了小恶魔的很多观点 也认同了他管理国家的才能 他决定封小恶魔为自己的首相 并给他佩戴了 维斯特洛的首相徽章 国王之首 小恶魔接受了册封 正式成为了龙妈的左膀右臂 最后龙妈带上了他 所有能带的战斗力量 坐着船向着他的目标 铁王座而去 一段时间后 龙妈终于回到了他的老家 龙石岛 龙妈对着他祖先伊耿 当年留下的作战台说 当晚龙妈见到了 一直在维斯特洛 负责国家情报工作的主管 人称八爪蜘蛛的瓦里斯 他这个外号 是因为他那无比庞大的情报网 八爪蜘蛛也是之前 一直在搜索小龙妈情报 和买刺客暗杀他的人 还有把龙妈嫁给马王的计划 也有八爪蜘蛛在中间掺和 龙妈问 凭什么相信他 八爪蜘蛛说了一段大实话 他说自己并非出身名门 从小被当作奴隶卖 还被南乌割掉了小丁丁祭祀 打小就生活在平民窟下水沟 他希望有个明君出现 让人民安居乐业 这番话打动了龙妈 加上八爪蜘蛛为自己带来了 维斯透露这片大陆上的 玫瑰家和多恩家的联盟 龙妈决定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 这时灰虫子来报 一位光之王的红袍女祭祀 梅丽山卓求见 他告诉龙妈 长夜将至 预言中的王子将带来黎明 龙妈有些恼怒 尼桑黛说 这个语言中的王子 没有性别之分 可以翻译为王子 也可以一座公主 这让龙妈恢复了笑容 在这位女祭祀和小恶魔的举荐下 龙妈同意召见 炯雪诺 这位新晋的北晋之王 关于炯雪诺 咱们能再聊几个小时 所以就先粗浅地 简单介绍下炯雪诺 雪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之前只是听他父亲 狼家的大当家 奈德说自己是他的私生子 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 之后雪诺成为了长城的守夜人 后来在狼家衰败后 狼家很多人相继被害 甚至连狼家一直以来的家 林东城也被人夺走了 雪诺借助了长城外野人的力量 和古地鹰家的力量 重新夺回了狼家的林东城 也重新夺回了北晋之王的称号 不久后 在战前会议中 小恶魔计划 用玫瑰家和多恩家的军队 包围军林城 而无垢者大军 去拿下狮子家的大本营凯岩城 这样就可以让龙妈 以最小的代价夺得铁王座 小恶魔把各国实力分析得很清晰 他认为征服七国易如反掌 这时其他家族的人见到小恶魔 如此轻松的谈论 消灭自己的家族都有些吃惊 不过小恶魔的宏伟战略 很快就受到了打击 姐姐加拉率领铁舰队 带着多恩的统治者 远赴多恩调兵时 遇到了他叔叔幽伦的舰队突袭 双方在海面上展开了殊死搏斗 姐姐加拉最终被俘 他的弟弟知道自己无力援助 选择了逃走 龙妈的舰队复制东流了 而多恩的女王被抓 让龙妈失去了多恩的力量 没多久后 北境之王雪诺觑见了龙妈 雪诺一开始就被龙妈了一大串抬头 说懵了 但雪诺接下来说的话 同样也说懵了龙妈 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而你也需要我的帮助 现在谁坐上铁王位并不重要 争夺维斯特洛的统治权 就像是沉迷游戏的孩子 龙妈听着很生气 因为雪诺把他比作孩子 雪诺继续说 我们真正的敌人 是来自北方的异鬼 他们能复活死去的生物 杀死见到的每一个活着的生物 他们的首领是夜王 如果不阻止他们 在冬天结束前 这片大路上所有人都会死掉 关于异鬼的介绍 可以在分级3中看到 龙妈和小恶魔听到了雪诺这近似鬼扯的话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想的谈话内容 雪诺身边的老骑士说 如果我们不能放下仇恨 团结一致 大家都会死 这时八爪蜘蛛突然进来 告诉了龙妈已经失去了 鱿鱼家和多恩家这个战败的消息 公务繁忙的龙妈 暂时把雪诺等人软禁在了龙石岛 小恶魔去找雪诺问死人军团的事 雪诺很无奈 不知道怎么让小恶魔相信 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因为如果不是他 亲眼见到异鬼和夜王 别人跟他说他自己也不会信 但小恶魔选择相信他 因为他是个正人君子 可雪诺还是很无奈 他不知道怎么让其他人也相信 小恶魔还告诉了雪诺 龙妈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说龙妈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最后小恶魔问雪诺 有什么自己能帮上忙 雪诺说他想要龙石岛上的龙金 小恶魔告诉了龙妈 龙妈一听就懵了 说我们刚失去了两个盟友 现在怎么聊上水晶的事了 小恶魔说 雪诺可能是咱们下一个盟友 我们需要满足他一些要求 龙妈接着问 他要龙金干什么 小恶魔说 他可以被制作成武器 异鬼被异鬼打到后 就会马上死亡 而其他武器对异鬼无效 小恶魔对龙妈接着说 您甚至都不知道 龙石岛有龙金的存在 不如都给雪诺 反正也没有损失 龙妈同意了雪诺 开采龙金的请求 并给他配备了足够的人手 但他仍不确信 雪诺说的话 小恶魔的军事部署仍在进行 灰虫子等人 成功拿下了狮子家的凯延城 可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军队防守 原来小恶魔的哥哥 异君者詹姆 早就放弃了凯延城 率领大军去攻占玫瑰家了 玫瑰家因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很快就被攻陷了 龙妈现在失去了 他所有的三个联盟 那时候的通信 需要靠乌鸦或者骑手传递 所以龙妈并没有第一时间 知道他又失败了 一天 雪诺过来邀请龙妈 看矿洞中的壁画 那是仙民们和森林之子 一起对抗异鬼的画面 雪诺再次劝告龙妈 团结才能胜利 龙妈相信了他说的话 并说我愿意为你而战 也愿意为北境而战 只要你屈膝称臣 雪诺有些动摇 开始犹豫了 随后龙妈听到自己 二次战败丧失盟友的消息 气得他想马上骑龙 把首都军林烧光 小恶魔因为自己的轻敌 付出了代价 龙妈开始有些不相信他 于是龙妈为雪诺建议 雪诺的想法跟小恶魔一样 不能去烧光军林 很多无辜的人会因此死掉 而此后 他将与其他的征服者没有区别 龙妈决定率领部队去攻打 袭击玫瑰家的狮子家军队 狮子家的军队 在一条巨龙 和无数多斯拉克的骑兵面前 不堪一击 除了巨龙被大型弩箭射中一次以外 这场战争 龙妈碾压形胜利 之后龙妈烧死了不愿投降的人 塔利家的父子 收编了服从他的人 当龙妈回到龙石岛时 发现雪诺竟然可以触碰他的龙 龙对雪诺非常有好感 被雪诺摸得像猫咪一样 正当两人聊天时 大熊出现了 他的病 在一个叫雪城的地方被治好了 而治好他的人 正是大熊老爹的手下 雪诺的朋友 珊姆威尔塔利 这时珊姆还不知道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龙妈烧死了 龙妈很开心大熊回来了 不久 雪诺收到了来自家乡临东城的消息 他最小的妹妹和弟弟仍然活着 他的妹妹在苦难中 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刺客 而他的弟弟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三眼乌鸦 三眼乌鸦相当于预言家 和能精神控制野兽的德鲁伊这种存在 雪诺得知异鬼正在准备大举进攻 他很着急 想尽快回去组织人民抵抗 龙妈想加入 但是怕现在统治北方的狮子家 小恶魔的姐姐瑟西暗算自己 因此小恶魔提出了一个想法 抓个狮鬼送往军林首都 这样就能让从不相信异鬼的人 眼见为时改变想法 一起抵抗异鬼 小恶魔决定先去说服他的哥哥詹姆 让他去说服自己的姐姐瑟西 大家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雪诺和大雄决定去抓尸鬼 小恶魔也成功促成了休战 以及多方面的会面 当他回到龙石岛后 跟小恶魔一起的老骑士 还带回了劳伯的一个私生子 詹德利 他愿意追随雪诺 于是雪诺和大雄还有詹德利 踏上了北上抓鬼之路 不久之后 龙妈收到了雪诺等人陷入危机的信息 他决定带着三条龙前往救援 但小恶魔竭力直指龙妈这么做 龙妈不听劝阻 离开了龙石岛 他在长城以北 找到了雪诺等人 他们此时在一个小山坡上 正被无数的异鬼围攻着 三条巨龙开始燃烧着异鬼们 成功解救了抓鬼小队 但雪诺为了掩护大家撤退 掉进了冰窟窿 而龙妈的一条 以他哥哥维赛里斯命名的小龙 被异鬼界的标枪冠军 用魔法标枪给插死了 这让龙妈非常伤心 之后异鬼还复活了这条龙 为己所用 后来雪诺被他变成异鬼的叔叔 舍身相救了 他的叔叔也是一名守夜人 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了 他被异鬼杀死时 由森林之子所救 帮他保住了自己的思想 不被控制 龙妈看到了 被冻得奄奄一息的雪诺回来了 又看到了他浑身被刺的伤口 非常惊讶 雪诺醒来后 愿意为龙妈效力 臣服于他 并对龙妈失去龙 表示非常抱歉 龙妈不后悔救了他们 因为他亲眼见到了更大的危机 死人军团 之后龙妈等人带着尸鬼 去往军林谈判 为了展示实力和安全起见 龙妈带上了所有部队 正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再会的人 几乎都有对方的大仇人 现场气氛 紧张尴尬 随后 龙妈骑龙的到来十分威武 连女王瑟希都警了 双方坐下 准备友好会谈 当木箱里的尸鬼 被放出冲向瑟希后 瑟希被吓得魂不守舍 并且相信了尸鬼的存在 借此机会 雪诺展示了 杀死尸鬼的两种方法 火烧和用龙巾 敌方犹豫家的篡夺者 幽伦 决定回他的小岛 躲避这场灾难 而女王瑟希 最后也决定 轻力相助 抵御尸鬼 女王瑟希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的答应 她背后的阴谋 是为了借助尸鬼 除掉敌人 保存实力 保住王位 但是最起码 龙妈他们得到了 目前想要的答复 在船上 龙妈和雪诺为爱鼓掌 而他俩都不知道 其实雪诺 不是狼家奈德的私生子 而是龙妈未曾蒙面的大哥 雷家 生前和狼家的女儿 莱安娜私奔后 秘密结婚生下的孩子 所以雪诺也就是 狼妈的侄子 而雪诺的真名 他的母亲 给他取名叫 伊耿 塔格利安 雪诺才是龙家铁王座的 顺位合法继承人 狼家的父亲奈德 当初说他是自己的私生子 只不过是为了 保护自己妹妹的儿子 免遭别人杀害 在北方 叶王的大军攻破了长城 最终之战 即将一触即发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 开始看编吧 在泄露剧本中 第八季的第一集开始 闪电大王和爱迪 因拖延异鬼大军南下 惨遭杀害 只有托蒙德和詹德利两人 逃往林东城 另一边 龙妈和雪诺等人 来到林东城 雪诺发现 三傻对龙妈的到来很不开心 这一部分的剧情发展 目前新老剧本都一样 包括瑟西和幽伦同床 小熊女不愿意臣服龙妈等 不过幽伦在泄露剧本里的第一集 有个重要的决定 他打算先把陆家 常年没人掌管的风吸宝拿下 屯兵暗算龙妈 而且幽伦在和亚拉的对话中 他说想登上铁王座 在这一集 二压还跟雪诺 秀了一把自己的武艺 让雪诺大吃一惊 而这里剧情也被砍 还有一个被砍掉的剧情是 梅丽山卓去了光明神殿 见到了另一位红袍女巫 就是帮龙妈在迷林宣传的那个人 梅丽山卓说自己 已经把冰与火结合到了一起 并把复活雪诺的事情 也告诉了金瓦拉 金瓦拉称赞了他 并让他回到北京 完成最后的使命 再来说说波龙 他的剧情也被大改 波龙在泄露剧本的第一集时 就主动跟随詹姆 一起去了林东城 而不是像现在的剧本里 拿着弩剑去暗杀詹姆 老剧本里 詹姆去林东城时 不是孤身前往 而是带了一些 愿意跟随他的狮子家的军队 毕竟人家活了八季 还是有朋友的 第二集的剧情 在市场上是两个小时 托梦德和詹德里 终于抵达了林东城 詹德里没有和二亚的床戏 雪诺选择了保守秘密 没有跟龙妈说自己的身世 但开始主动疏远龙妈 让龙妈觉得很奇怪 距离那边色稀流产 詹姆和波龙到了奔流城后 和艾德木图里会面 跟他一起去了林东城 二亚在林东城 见到了导师贾坤 得到了一瓶毒药 贾坤对他说 你会成为千面之神 最忠实的仆人 大战前夕 雪诺找到了奈德的好友霍兰 确认不难说的话 霍兰承认 当年奈德走出极乐塔时 确实手里抱着莱安娜的孩子 至此雪诺相信了自己的身世 在战前会议中 龙妈因身体不适 没有参加 小偶魔作为代表 提出了一个防守异鬼的计划 波蒙德和自由民无垢者 和多斯拉克骑兵 将全部携带龙精武器 去恐怖宝和异鬼们准备交战 在王者军团前往林东城的路上 两条巨龙负责用龙焰焚烧尸鬼 斯塔克家的封城和古地骑士 将会在林东城作战 小偶魔计划打造一个 有层次的防御体系 来创造更多杀死夜王的机会 雪诺希望布雷尼 把三傻二压和布兰 带到英朝城避难 二压拒绝了 并决心加入夜王大战 八爪蜘蛛此时收到情报 幽轮已经攻占了封锡堡 并把黄金团驻扎在了那里 另一边的弥桑黛和学士 确认了龙妈怀孕 龙妈也很意外 自己能再次怀孕 龙妈和弥桑黛倾诉 不知道为何雪诺对她冷漠 后来雪诺去问龙妈 为什么不参加作战会议 龙妈也开始选择沉默不语 与此同时 布兰发现了夜王大军将至 让梅拉去宣布消息 突然夜王就伴随着暴风雪来了 众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北京的军队和多斯拉克的骑兵 在去恐怖宝石与夜王交战 在这里的结果和目前电视剧一样 死了一大批多斯拉克人 但不是冲锋送死 而是被突然袭击 目前梅丽山卓还没出现 不过骑兵们用的都是龙金武器 骑兵们都陆续战死后 学诺也差点送命 好在有白灵舍命保住了她 龙妈在城内 因怀有身孕 不能骑龙参战 非常沮丧 弥桑黛在一旁安慰着她 卓哥在空中 因没有主人操控 在烧异鬼的同时 也烧死了很多人类士兵 再加上夜王龙的龙叶 北京军队和龙妈的军队 都死伤过半 托蒙德和自由民 惨死在卓哥的龙叶下 梅拉去找布兰 想把她带回城里 布兰说自己能帮上忙 于是控制了雷哥加入战斗 所以滑水之王布兰 在之前的剧本里是有用的 另一边的灰虫子 在跟异鬼战斗中牺牲了 异鬼们攻入了城堡 去杀布兰 正在危机关头 詹姆带着狮子家和瑜伽的援军 正好赶到 布兰成功控制了雷哥 攻击夜王和他的僵尸龙 布兰想用雷哥 咬断僵尸龙的脖子 但同样受到了致命伤 不过雷哥用龙叶 成功点燃了僵尸龙身上的夜王 在之前的设定里 夜王是怕龙叶的 受伤的夜王开始逃离战场 此时异鬼冲进神木林 杀死了布兰和梅拉 雷哥因为布兰的精神控制 突然掉线 从空中坠落 被异鬼杀死 因为夜王的撤退 异鬼开始减少 雪诺下令 所有人尽快撤出战场 逃往南方 第二集的最后 龙马和雪诺 在卓哥的背上 燃烧着死掉的龙和士兵的尸体 防止他们被再次复活 第三集 雪诺等人在灰水旺 重新集结军队 雪诺提议 在英朝城伏击夜王 小恶魔开玩笑的说 夜王十个好汉 就能给英朝城开包 但在场了 只有波龙知道笑点在哪 夜王小谷部队赶到 狮子家和瑜伽的军队 来不及准备 但还是成功击退了这波敌人 雪诺当机要求 龙马和八爪蜘蛛等人 撤回龙石岛 龙马同意后 两人吻别 把卓哥留给了雪诺 大熊看到后 心里不是滋味 另一边 西恩重新夺回了派克岛 并与剩下的北境军队住房 小熊女等人 在撤回熊岛时 遭遇截杀牺牲 二牙和猎狗 和大部队走散了 更多狮鬼 此时二牙的狼 带领狼群出现 消灭了大部分狮鬼 但狼群损失惨重 战斗中 二牙丢了冯一针 二牙想找剑 但却被猎狗骂 现在没时间找这把该死剑 瑟西这边 幽伦此时回来告诉他 黄金团已经驻扎在了风吸堡 于是幽伦当即所要奖赏 之后 瑟西和幽伦结婚了 科本主持了婚礼 晚上瑟西和幽伦两人开始 而与此同时 在画面的另一边 詹姆去布雷尼的屋中看望他 布雷尼因为仆人 与尸鬼的战斗中牺牲 非常的伤心 最后两人也 第四集的开场 瑟西通过科本的情报网 得知了龙妈的行程 瑟西说服了幽伦 去夺回铁群岛 他这么做是因为 想借助敌人的手 除掉幽伦 之后瑟西让黄金团 去拿下龙石岛 活捉龙妈 回到龙石岛的龙妈 被八爪蜘蛛告知 黄金团会来偷袭这里 龙妈现在只能希望 雪诺胜利来增援自己 在这个剧本里 八爪蜘蛛没有那么废 此时龙妈的肚子 已经大得很明显了 在洗澡时 龙妈安慰 迷桑带灰虫子的牺牲 隔天 梅丽山卓再次来到龙石岛 见到了龙妈 告诉他 战胜夜晚 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他想用龙妈孩子的 王者之血来祭祀 龙妈很愤怒 让他赶紧滚 在宫殿外 八爪蜘蛛又和 梅丽山卓有了一次对话 对话中 梅丽山卓说出了八爪蜘蛛 小时候在火焰中看到的预言 他将拯救维斯特洛 之后梅丽就离开了 另一边 雪诺等人正在前往英朝城 小恶魔从詹姆口中 得知瑟西的阴谋后 告诉了雪诺 雪诺让大雄等人回去保护龙妈 三傻到了英朝城 见到了罗宾 并让他并令罗伊斯 为古地骑士指挥 罗宾此时已经长大 决定加入战斗 在英朝城 詹德利和三傻相处得很愉快 正逐步往恋人的方向发展 在派克岛 幽伦舰队来袭 并放话给西恩 不交出铁群岛 就杀死亚拉 此时西恩赶到一股寒气袭来 告诉亚伦 亡灵大军正在赶来 亚伦认为尸鬼不会游泳 瞬时间尸鬼从海中走出 开始入侵 亚拉抓住机会 踢到亚伦逃出生天 西恩恳求亚拉逃回龙石岛 但姐姐想带弟弟一起走 弟弟拒绝了 并说不会第二次辜负他 姐姐带着少数人乘船逃走 西恩独斩幽伦 被幽伦一斧击毙 其他士兵与异鬼们战斗 死伤过半 幽伦最后带领少数人逃走 第五集 这集才是与叶王的终局之战 在英朝城 人们已经做好了大战前夕的准备 叶王的龙虽然休养了一段时间 但是一只眼睛和翅膀 都以残废无法愈合 大战开始后 异鬼大军失山失海 势如破竹地攻入了英朝城 叶王的龙烧死了 罗伊斯爵士和古地骑士 此时雪诺骑龙冲向叶王 布雷尼也在大战中被异鬼所杀 詹姆看到后变得疯狂 杀死了异鬼 布雷尼临死前 说詹姆是个有荣誉感的人 希望他能帮自己完成承诺 保护三杀 詹姆答应了 现在虽然人类的部队在减少 局势也不好 但小恶魔在战场上 依然指挥弱定 叶王这次没有骑龙 他跟异鬼们进入了英朝城 另一边 他的龙正试图杀死詹德利 詹德利在危急之下 用龙精长枪插入了龙的嘴里 并龙坠落而死 雪诺骑着卓格杀了个回马枪 向叶王喷火 最终叶王死于英朝城 另一边的龙妈 现在到了要生的时候 山姆和弥桑袋负责接生 而黄金团的部队已经攻入龙石岛 物购者们奋死抵抗 大雄来到宫殿里保护龙妈 龙妈生下了个女孩 并给他取名叫莱恩娜塔格利安 这时黄金团已经杀入了宫殿 龙妈因为生产大出血 即将死亡 临死前 他希望大雄和弥桑袋 能继续保护他的女儿 龙妈希望大雄能杀死自己 结束痛苦 大雄不愿意 一旁的八爪蜘蛛用碎心杀死了龙妈 随后黄金团团长进入宫殿 要求八爪蜘蛛交出龙妈 他告诉黄金团的人 龙妈已死 团长得知后捅死了八爪蜘蛛 并把龙妈的尸体带回了军林 山姆弥桑袋和大雄 在八爪蜘蛛舍命的拖延下 把孩子藏了起来 战胜夜晚后 雪诺和三傻来到龙石岛 发现所有人都死了 山姆看到了雪诺后 从密道里出现 把孩子交给了他 并告诉了雪诺来龙去脉 远方的二鸭和猎狗 此时来到了军林 他们决定让瑟西有债必偿 瑟西听科本说 龙妈已经死了 开心的他为胜利干杯 片刻后 瑟西酒中的剧毒开始发作 让他痛苦的死去 此前他看见科本摘下了面具 二鸭出现在他的面前 摩山正要攻击二鸭时 猎狗和二鸭的冰原狼出现 猎狗最终用火把 点燃了摩山的头 将他彻底烧死 一段时间后 幽伦回到军林 发现瑟西死 他假装很伤心 然后登上了王位 成为了新的七国之王 另一边 小恶魔知道龙妈死后悲痛一绝 不久亚拉来到龙石岛 并告诉了雪诺 吸引战死的消息 之后龙妈的尸体 被幽伦挂在了军林城墙上 民众们纷纷向他尸体扔粪便 羞辱他 另一边的二鸭 想回去帮助雪诺 但猎狗使命达成了 想早点离开 可还是决定跟二鸭去帮雪诺 在龙石岛 众人商量如何对付幽伦 詹姆认为是幽伦杀死了色西 想让他血债血偿 会上因为龙妈已死 山姆告诉了大家 雪诺的绅士 但雪诺说自己不想称王 不过他最终还是被黄袍加身 称为了王 三傻知道雪诺的身世后 对自己父亲的隐瞒 有些不知所措 雪诺让三傻成为了 林东城的继承人 于是三傻动身回家 此时梅丽山卓再次出现 最后被雪诺审判 死于卓戈的龙眼之下 之后雪诺带领全部人马 杀向军林 并穿着塔格利安和史塔克 双色战衣 七龙在裙剑之上 在军林的幽伦 看着雪诺的军队前来 准备迎战 狮子家军队 首先进攻军林 黄金团的大象兵 碾碎了狮子家的军队 雪诺骑龙杀死了 黄金团的一名团长 幽伦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 终于造出了三架有毒的巨弩 这三架巨弩 射中了卓戈的双翼 让他跌落地面 最终 大军冲入了军林城 雪诺带着不能飞的龙 试图带他躲在龙穴 詹德里和亚拉去红宝找幽伦 但实际上幽伦正准备带人去屠龙 猎狗 詹姆 波龙 乔拉 发现了幽伦 加入战斗 但波龙不愿意加入 最后没有走进龙穴 詹姆发现 雪诺现在很危险 因为只有他和小恶魔知道 龙穴里藏有大量的野火 如果龙喷火 那龙穴所有的人都会死 雪诺试图拔出龙身上的巨剑 但失败了 幽伦冲进龙穴和雪诺单挑 詹姆出现 从背后捅上了幽伦 并试图带雪诺离开龙穴 大熊和猎狗 以及狮子家的士兵 跟黄金团作战 掩护雪诺 黄金团们投掷长枪 龙在垂死挣扎时 喷出龙叶 引爆了野火 幽伦临死前狂笑 所有人都会惨死于此 龙穴爆炸 雪诺 詹姆 大熊 猎狗 都葬身于此 詹德里和亚拉 惊恐的看着龙穴爆炸 庆幸自己没有过去 三年后 山姆成为了荷丸地领主 并教着小山姆读书识字 三傻成为了林东城和古地的领主 詹德里被摄政王小恶魔 封为了风吸堡领主 三傻和詹德里结婚 生下了孩子 之后三傻看到了瑜伽的孩子手中 拿着二压的缝一针 问他这是从哪来的 他说是打猎时找到了 最后三傻和詹德里 来到林东城地窖 雪诺的雕像立于此处 在父亲奈德的旁边 小恶魔成为摄政王后 和弥桑黛结婚 并在睡前 给小莱安娜讲着龙家的传说 小恶魔跟弥桑黛说 莱安娜终有一天 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并保证自己 永远会在权力的游戏中 陪伴莱安娜 片尾 被杀死的布兰 被带回了长城以北 异鬼将他放在了祭坛上 并用一颗龙精 插入布兰的胸膛 布兰睁开了眼 成为了新的夜晚 最后的画面 祭坛再次被冰霜覆盖 以上就是2017年黑客泄露版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所有剧情 和现在剧本重启后的 全游第八季相比 熟犹熟略 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分数 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 之前异鬼夜晚 一枪插死了小龙 瞬间名声大噪 成为了维斯特洛的标枪冠军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 异鬼的由来 异鬼的由来 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森林之子搞出来的 但森林之子呢 本身是个很安逸的种族 从来不乱搞事情 那是什么原因 促使他们搞出了异鬼呢 在维斯特洛大陆的 黎明纪元之初 这里还没有人类 森林之子与巨人们 居住在这里 那时森林之子与巨人们 经常有摩擦 互相打来打去的 但谁都没法彻底 消灭另一方 或统治这片大陆 森林之子 使用龙巾制作的箭头和长矛 用来战斗及狩猎 而巨人们 使用从树上扯下来的树枝战斗 双方都没有办法 像人类一样建立秩序 统治一大片领土 漫长的岁月后 从南边沙漠 来了一个新种族 人类 这拨人也称之为仙民 仙民从多温之地 跨过海峡 来到维斯特洛 从此生活在了这里 仙民和森林之子 及巨人们不同 仙民们居住在棚屋里 并建立起了村庄 开垦田地 自给自足 他们的数量 随着时间越来越多 仙民们开始使用更多的土地 这时仙民发现 广阔的森林 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于是 他们就开始 撸起袖子 玩命地砍树开荒 一直砍到森林深处 无意中 仙民发现了一棵 刻着人脸 非常诡异的树 鱼梁木 这鱼梁木是啥呢 它是森林之子的信仰 他们把自己祖先的脸孔 雕刻在鱼梁木上 森林之子认为 他们祖先的灵魂 全部都居住在鱼梁木内 而他们死后 灵魂也会进入鱼梁木 所以 鱼梁木是他们精神的寄托 而且 鱼梁木在无人破坏的前提下 可以永生 人类一开始 完全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 但觉得挺害怕的 可有人火 一上来就往鱼梁木脸上 砍了一斧头 人们相互瞅了瞅 发现并没有什么 树也不会说话 也没把他们怎么着 就开始玩命继续地砍 森林之子 看到鲜民这令人窒息的操作 哇哑地叫了起来 悲痛至极 认定人类 这就是要和自己开战的 悲愤交加下 森林之子率先发动了攻击 仙民们一脸懵得啥 平时小巧玲珑 可爱活泼的森林之子 在突然跟疯狗一样乱咬人 森林之子上来就突袭村庄 屠杀人类 突袭过后呢 仙民们也很绝望 决定要搞死这帮疯狗 其实这事主要是两边都不沟通 没有文化上的交流 要不也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但这并不重要 搞到如今这个地步 双方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人类和森林之子的战争开始了 仙民们逐渐占了优势 森林之子的龙巾箭头 射不穿仙民的盾牌 森林之子用树皮制作的盔甲 挡不住仙民的青铜利剑 森林之子开始动用他们的超能力 召唤了冰原狼 雪雄 狮子 老鹰 猛马像 巨蛇 但并不能改变大局 人类怕森林之子 有可能通过于良木监视他们 便把所有能找到的于良木都砍 这令人窒息的操作使森林之子们更加愤怒异常 他们中的绿仙芝又召唤起了水神之力 粉碎了多恩之壁 将仙人登陆的桥一举摧毁 但仙民们并没有停止 双方的矛盾越演越烈 敌我之间的报复有来有往 森林之子为了避免被灭绝 为了拯救自己的种族和家园 将希望寄于最后一道魔法 把人类变成杀戮工具 为己所用 于是就搞出了异鬼 结果这玩意儿根本不听使唤 这才是真正的疯狗 人当杀人 佛当杀佛 杀完了还能复活尸体 变成自己的随从 这之后 人类被异鬼搞得很惨 但森林之子 由于数量不多 更是惨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仙民和森林之子 开始携手对抗异鬼 这段历史 后来被森林之子们 雕刻在了龙石岛的岩洞内 经历了几百年 不可尽数的死亡与惨烈后 他们击退了异鬼 并且森林之子和仙民里有智商的人 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误会 再加上森林之子与仙民们 都不想再继续付出惨重的代价 最后 两边的英雄和统治者们 在神眼湖上的一个小岛会面 签订了盟室 森林之子放弃了所有的土地 只保留了深处的森林 而仙民们发誓 绝对保证不再砍伐鱼粮木 为了让诸神见证着神圣的盟室 森林之子在岛上每一棵鱼粮木上 都刻上了脸孔 这座岛后来被称之为千面语 慢慢的仙民们也开始信仰起了鱼粮木 这件事也标志着黎明纪元的结束 英雄纪元的开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能动手就别吵吵只能激化矛盾 并不能解决问题 几句话就能化解的事 何必斗过你死我活呢 讲到这儿我有个疑惑 在仙民与绿林之子几百年的战斗中 巨人去哪了 莫非他们在围观 在暗中观察 拳头查了很多资料 都没有找到巨人在这段历史里的故事 希望知道真相的大神能告诉我 好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坑王马丁老爷子 曾在二十多年前挖了一个坑 这个坑逐渐有很多粉丝往里跳 现在老爷子手上人命无数 他要人死 救人死 要人复活 救人复活 什么新神救神 他才是维斯特洛里真正的神 老爷子马丁曾在创作前将整个维斯特洛大陆绘制了出来 以及整个大陆的季节分布和资源分布 在依据这些地理气候和资源条件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真实的家族 每一个家族的旗帜都代表了这个家族的性格人文和历史 以九大家族为例 史塔克家族作为北境守护者 他们的旗帜是冰原狼 冰原狼是北方才有的物种 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在一起 史塔克总对孩子们说 孤狼死 群狼活 这种图腾所产生的家族文化 也是史塔克家族比较团结的原因之一 他们的族语是 Vinter is coming 临冬将至 以时刻提醒自己身处的环境 避免被舒适麻痹 塔克练家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 他不仅仅主宰了维斯特洛大陆三百年之久 在征服着伊耿伊氏统治七大王国前 他们的文明已经灿烂无比 但是由于遭受了世界末日的打击 类似于小行星撞地球那种而消亡 他们的家族徽章是独身三头龙 分别代表了征服着伊耿伊氏 以及他的姐妹兼妻子 维桑尼亚和维尼斯 在魔法即盛的时候 他们家族有三百多条龙 他们的族语是血火通源 这可能跟他们进行结婚的传统有关系 凯岩城的拉尼斯特家族是西境最重要的家族 家徽是一头金毛狮子 其手下封臣众多军队庞大 同时也是维斯特洛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家族 族语听我怒吼 为什么他们家族用狮子作为家族徽章呢 有一部分原因是拉尼斯特人 以金发白肤高大俊美为特征 当然也有例外 此外还有一句非正式的格言 拉尼斯特有债必还 这句话甚至比族语更有名 七大家族最年轻的白拉西恩家族诞生在征服战争时期 也就是伊耿统一七大王国时 他的创立者奥里斯·拜拉西恩由于战功显赫不断被提拔 成为了伊耿的干将之一 当奥里斯在征服战争时期击败并杀死最后一人风暴王 自大的亚尔基拉后 伊耿把亚尔基拉的城堡封地以及亚尔基拉的女儿一并赐给奥里斯 奥里斯·拜拉西恩娶了亚尔基拉的女儿 并继承了风暴王的嘉辉族语成为了第一任风西堡公爵 拜拉西恩家族的嘉辉是一只带着王冠的黑鹿 族语是怒火燎原 这个族语同时也是指一场非常有名的战役 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征服着伊耿同时投入全部的三条巨龙 赢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场战争 高庭的提利尔家族统辖河湾地 祖宝高庭 提利尔家族庞大而富有 富有程度仅次于Lannister家族 但能动员更强的军事力量 此外 提利尔家族拥有的海上军事力量不输于皇家舰队 在七大国中 提利尔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崇尚骑士精神的家族 他们常以边境守护和河湾地至高统领自封 通常他们还拥有南境守护的头衔 他们的家徽是一朵盛开于清脆绿叶之上的金玫瑰 祖语为生生不息 他们的家徽和祖语与他们肥沃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 英朝的爱林家族是古地最重要的家族 爱林家族的封地为英朝城 此外他们也有许多其他的城堡 他们的标志是这个 他们的祖语是高如荣耀 爱林家族的安达尔贵族血统相当优越 爱林家族通常只与其他安达尔贵族通婚 因此他们具有最纯正的安达尔贵族血统 奔流成的土地家族是河间地的首要家族 也是三叉结合流域的统治者 家宝为奔流成 他们从未成王 土地家族的家徽是同月于红蓝条底上的银色尊语 祖语则是家族责任荣耀 他们的旗帜很特别 不是什么强壮的龙狮子狼 而是很寻常的尊语 不过这种鱼是鱼类中最凶猛的 杨吉城的纳梅洛斯马泰尔家族是多恩的统治家族 纳梅洛斯以为纳梅利亚的血脉 杨吉城是他们的统治中心 通常只称马泰尔家族 马泰尔家族的家徽是一柄贯穿红日的金枪 金枪是古代马泰尔家徽 红日象征罗伊娜 族语是不屈不挠 他们的家族的确是不屈不挠 当年的征服者伊耿都没有拿下他们 最后不得不和亲 纳梅洛斯马泰尔家族在派克城中 统治着铁民与铁群岛 铁群岛位于维斯托勒大陆西面 环境严酷地形俊俏 家族的徽章是一只黑色衬底的金色海怪 足语为强取胜于苦耕 铁民基本上可以和三观不正划上灯号 他们的生活就像足语那样 依靠烧杀掳掠而不是耕种 这也跟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有关 至于波顿家族和纳河城的弗雷家族就不多说了 毕竟他们已经死绝了 旧神是一种类似于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 森林之子中的绿仙之 及某种萨满巫师 据说具有强大的魔力 能与所有的飞禽和野兽交谈 还能透过鱼梁墓上雕刻的眼睛观看 旧神没有传道的牧师 没有虔诚的道词 没有赞美的诵歌 甚至没有崇拜的仪式 这是一种在民间代代相传的宗教 已知比较接近仪式的 是在神木林中向新树祈祷 在七国的每一座城堡里 都有这样一座神圣的小树林 而在旧神离开后 这是七国内唯一生长着鱼梁墓的地方 据说当清风吹过 树林沙沙作响 就是旧神在回应信徒的祈祷 森林之子相信鱼梁墓就是神灵 而在此后 他们也会成为神性的一部分 雕刻着两孔的鱼梁墓被称为新树 被认为是神圣的树木 信仰的人们常常在新树前祈祷 发下誓言或是缔结婚约 森林之子将面孔雕刻在鱼梁树上 但人们并不完全明白 他们这么做的意义和目的 曾经所有贵族的城堡中 都生长着新树的神木林 但大部分不在信仰旧神的家族 将他们的神木林改造成了世俗的花园 据说旧神 只有在新树看得到的地方才有力量 而南方的新树已几乎全被砍伐 旧神在那也失去了影响 旧神宗教尊重宾客权利 而乱伦 世青 以及奴役他人等行为 都被认为是对神的冒犯 居住在北方的先民后代 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对旧神的信仰 七神信仰是Vistoros主流的信仰 它最初是六千年前 安达尔人从海的另一边带来的 大多数人认为七神就是七个不同的神灵 但实际上七神指的是 同一个神灵的七个化身 他们分别是 赐予众生怜悯多子与和平的圣母 灵魂的审判者天父 常被祈祷以求庇护勇气和胜利的战士 智慧和远见的象征老狱 赐予人们创造力和技术的铁匠 代表着纯洁爱情和美丽的少女 和代表着死亡的默克 七神信仰作为七国的官方信仰 广泛并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大陆上的人们 他们的圣地是坐落在七国首都军林的 贝罗大圣堂 就是被瑟瑟炸飞的那个教堂 铁群岛的人们信仰着燕神 他们认为七神是软弱和失败的 是先民被安达尔人打败后带上的狗链 新的铁民统治者需要受烟 如果没有烟死 就可以被烟神承认了 他们对死亡无所畏惧的原因 是烟神早就教导过他们 逝者不死 当一个铁民死了 他们会认为烟神又需要人了 并且他会在烟神的宫殿享受欢乐 被美人鱼所服侍 后来安达尔人夺取了铁群岛 但同时留在这里的人也改变了信仰 崇拜起了烟神 光之王 这个宗教在电视剧里出现了很多次 他们的祭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人复活 他们的神还能让一些人在火焰中看到未来的景象 还能通过一些神器保持自己青春永驻 但是卸下后这种魔力就会消失 无面者的存在可以追溯到Bravo's建立的时候 他们居住于黑白之院 黑白之院的大门是由于良树制成 在这里除了供奉千面之神 还供奉着很多其他的神像 这里的牧师从来不不道也不礼拜 静默就是他们做礼拜的全部形式 千面之神的信徒认为 所有Vistaros里的神其实都是同一个神 只是有着不同的面孔 无论你面朝何妨 他就在你面前 人们信仰各自的神领 但在人生之路的终点 千面之神在那里等候 千面之神这个设定不禁让我肌皮疙瘩起来了 仔细想一想 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教义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笼统来说都是在讲博爱 仁慈 向善 利他 还有一些神 远东之地的信仰是叶狮 在利子是哭泣女神 他为将死之人而落泪 在Kohor的神是黑山羊 他每天都需要人血迹 由于在剧中并不是很重要 就不赘述了 在这个世界里 每个地狱的不同信仰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地狱文化 这些细节让观众更容易着迷 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 都造就了冰与火之歌的成功 在权力的游戏里 龙马有两支非常具有特色的军队 多斯拉克军队 以及无垢者军队 那么 如果这两支军队正面对抗 谁会获胜呢 其实 在兵与火之歌里 曾有记载过 这两支军队的正面对决 这场战役 被称之为科霍尔战役 那在这场较量中 谁是获胜者呢 本期节目 拳头将为大家带来 这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先来说说多斯拉克军队 他们很像匈奴军队和蒙古军队 都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 特点是骑兵很强 多斯拉克的孩子们 四岁就在马上练习骑射 可以说 他们从小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所以他们的马都非常听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特别擅长在马上作战 骑射对他们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蛮子们的主要装备 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弯刀 他们的战斗服穿的都比较随意 组织性纪律性较差 这群蛮子的战术 基本就是靠着一股猛劲 当然 有时候他们在战场上 也会使用一些特别的技巧 再来说说无垢者 无垢者是奴隶战士 奴隶主依照体型 速度和力量 选出年幼的男性奴隶 这些奴隶 从小就要被完全阉割 并接受训练 在男孩被阉割的那天 他会得到一只小狗来抚养 在第一年训练的最后时期 男孩必须掐死这只小狗 如果做不到 他就会被杀死 拿去喂狗 训练是从他们五岁时开始 每天从黎明到黄昏 训练过程非常的残酷 奴隶主不仅要教导他们 如何战斗 还要抹去他们所有的个性 情感和自我 并让他们定期服用勇气之久 来减免痛感 只要有一种训练失败 奴隶就会被杀死 最后 为了得到无垢者的尖刺亏 他们必须戴着银色面具 来到奴隶市场 买下一个新生儿 并在他妈妈面前杀掉他 尖刺亏是无垢者的象征 一名合格的无垢者 要没有恐惧 没有撕心杂虑 要绝对服从命令 所以他们的组织性 纪律性极强 是奴隶主的最爱 无垢者是一只 纯步兵的作战单位 他们的主要装备 包括短剑 盾牌 长矛 以及尖刺亏 介绍完这两支部队的特色后 我们再来看看 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他们短兵相接 当末日浩劫 摧毁了瓦雷利亚后 多斯拉克人没有了龙的威胁 于是他们如洪水一般向东涌去 在遥远的东方 当然不是中国人 有一波人叫萨诺尔人 他们自称为高人 蛮子一上来 就把高人往撕里怼 当然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因为高人 以前统治着厄斯索斯草原 这块地 对于多斯拉克人来说非常重要 毕竟虚目不足 没有草原 咋放木呢 我们说回高人 首先他们的自称 一看就不谦虚吗 这帮人一开始压根就看不上这帮蛮子 嘲笑这帮野蛮人没脑子 在这里 高人的傲慢 为自己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当时蛮子里的一位名叫蒙哥的卡奥 卡奥呢 就是多斯拉克人部落的首领 这位卡奥 集结了各个部落的卡奥 忽悠他们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奋斗 这个梦想就是 征服世界 并把一族都变成自己的牲口 蒙哥集结了部队后 便带领军队 立刻踏上了追梦的道路 蛮子的骑兵威力巨大 势如破竹 行军作战迅猛一场 一个接一个的摧毁了高人的城市 特别是他们骑射的技能 在那个年代 简直像开了挂 冲锋或撤退 对他们来说 都可以发出致命的攻击 当然 他们还是更喜欢进展 喜欢那种用弯刀 把敌人砍倒在地的嗜血快感 当蒙哥卡奥的儿子莫洛 涂了瀑布之城沙萨尔后 高人们才开始慌了 在至高王的领导下 高人们集结了一支大军 想彻底搞死这帮野蛮人 在后来被称为乌鸦之地者 高人和多斯拉克人 准备决一死战 蛮子这边有四位卡奥 指挥着将近八万名骑兵 高人这边有十万名步兵 一万名重装骑兵 一万名轻骑兵 还有六千辆卷帘战车 决战日到了 高人们早就恭候多时 战斗一触即发 两军交战 高人的战车如利剑一般 势不可挡地刺入蛮子的军队中路 轮子上的刀片 将多斯拉克战马的腿 纷纷切成碎片 一位卡奥也在战车的冲击中 从马上坠下被踏成肉泥 不一会儿的功夫 高人就粉碎了蛮子的中路 中路一崩 蛮子们开始四处逃散 高人的战车紧追不舍 至高王和重装骑兵 也紧随其后 紧跟着的是步兵 他们挥舞着长矛发出胜利的尖叫 看似蛮子们大势已去 但蛮子们有这么弱吗 其实这只是他们设下的一个陷阱 高人实在没有想到蛮子们也会玩计谋 多斯拉克的军队跑到远一些的距离后 突然掉转码头 同时 箭语如风暴一般向高人射去 蛮子的两支军队 分别从高人的左右两侧突袭 另一支蛮子的军队 从后方骑机切断了他们的后路 在重重包围下至高王以及他的主力 最终全军覆没 高人曾有千年的历史 本来他们应该可以轻松地躲过此劫 毕竟蛮子们最不擅长使用的就是他们的脑子 特别是怎么用计谋 但就是因为高人们的傲慢 他们才掉入了这只有蠢猪才会落入的陷阱 至此 尸横遍野的战场成了乌鸦的盛宴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此地改名为乌鸦之地了 说到这里 蛮子们都把高人的主力团灭了 怎么无垢者还没出来 别急 好故事 总要有一些杂兵来当绿叶衬托 之前在高人着手准备应对蛮子时 他们不仅高筑墙 广基梁 招兵买马 还派遣使者去阿斯塔坡购买无垢者 使者去了后 快速购买了3000无垢者 但因为无垢者不起马 加上路途遥远 所以当无垢者回到高人的城市科霍尔后 至高王和他的主力军团已经为了乌鸦 高人们在崩盘后 躲在城里瑟瑟发抖 想着怎么处理后事 毕竟蛮子们一冲进来 奸淫掳掠 必不可少 3000无垢者 趁着夜色悄悄地绕过正在庆祝的蛮子们 来到城市的正门 这3000人 成了城内唯一的希望 此日破晓 卡奥发现 无垢者们已经在城门前排好阵型 严阵以待 蛮子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包抄这支小部队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蛮子们在大圣后信心满满 想要瞬间用自己骑兵的威力 把无垢者踏在马蹄之下 战斗开始 蛮子们没有使用任何战术 直接开始冲锋 骑兵 如汹涌的波涛海浪一般 正面向3000无垢者扑了过去 无垢者们紧握盾牌 眼神坚定 内心平静 毫无恐惧 这次冲锋 居然被击退 但毕竟蛮子们人多势众 电光火石之间 蛮子们又展开了冲锋 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下 无垢者们的内心 只有服从命令 别无他想 面对几倍于己的军队进攻 他们死守战线 纹丝不动 在面对骑射手 如风暴般的剑雨时 无垢者 只是举起盾牌 挡在头上 直至风暴过去 最后奇迹诞生的 无垢者守住了防线 蛮子们冲锋了18次 无垢者 挡回去了18次 到这 无垢者只剩下了600人 但有一万两千名多斯拉克士兵 倒在了战场上 其中就包括一名卡奥 和他所有的儿子 这里 每一个活下来的无垢者 都有资格说 我要打十个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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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清晨后 新的卡奥率领幸存者们列队 庄严地来到城门 一个接一个地割断自己的发辫 扔到无垢者的脚下 代表了战败和终生的耻辱 这里顺便说一下 蛮子们的发辫 象征着他们的荣耀 辫子越长 代表战斗胜利的越多 从那天起 科霍尔的守备队 便全换成了无垢者 胜负再次分享 无垢者大胜 在这也证明了纪律 对一支军队有多么重要 事实上 多斯拉克军队 与无垢者都很优秀 但缺点也同样明显 首先蛮子们多为骑兵 适合平原作战 但在地形崎岖的地方 会大受限制 同时 蛮子们对于长枪 这种相克兵种 会天然的吃大亏 无垢者这边 虽然士气稳定 几率严明 但是身为步兵 自然机动性 和远程防御力会差很多 而且兵种单一 除了头枪 就没有任何远程攻击的能力了 遇到相克兵种 也容易吃亏 在这场战役中 高人因为傲慢 中了蛮子们的计谋 蛮子们又因为傲慢 败给了只有3000人的无垢者 所以最后用刘慈欣 在三体里的那句话 来做个总结 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铁群岛的戏粉 其实在书中并不少 但在电视剧中 就少了很多 所以今天 我们就来讲讲 铁群岛的那群鱿鱿哥们 铁群岛的家徽 是这个金色的鱿鱿 他们信仰着燕神 众神的相关历史 往期我有讲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浏览 这帮鱿鱼哥 从小就怀有 烧杀掳掠 比耕地更靠谱的信仰 所以这群鱿鱼哥 一点也不安分 开着船 怼了西安无数次 在第七季的前两集 他们可谓戏愤十足 从新的鱿鱼王 对Circe的求婚 就能看出这帮人 划船不靠奖 全靠浪 在鱿鱼王 跟Jamie的对话中 两人讲述了一段铁民 曾偷袭了 狮家的港湾 最后遭到了 反杀的往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这段精彩的历史 当年Bellong Greyjoy 就是小鱿鱼的爸爸 也是新鱿鱼王的哥哥 后来被这位 新鱿鱼王杀死了 他带领着铁群岛反叛 先偷袭了狮子家 对Lannister港 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 将狮子家的舰队 在港内全部烧毁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有点像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这次偷袭 一方面使得鱿鱼家 在海上可以无所顾虑 另一方面 给他们的失败 埋下来了伏笔 第一次失败 是他们向海上 筑起长城的海江城 发起袭击 但是他们的将领 也就是小鱿鱼的掌兄 最终因为自己的迷之自信 被斩杀于城墙之上 而就在这时 国王Robert 就是这个胖子 当年他可是个 浑身剑子肉 所向披靡的战士 他带着舰队 在仙女岛设下的陷阱 虽然说铁群岛的舰队 是海上的精英 但他们都是为了 各自而战 没有纪律 论突袭或截律还可以 但海战 他们就不行了 Robert 歼灭了鱼家的舰队 之后 Robert便带着 他的好友狼家 和盟友世家 一路碾压了过去 登陆之后 各地封城 分头行动 Stanis-Bell-Seen 拿下了铁群岛 最大岛屿 Green Week Briston-Somi 亲自夺取了 Old Week Robert和Alice Dark 主攻派克岛 就是鱿羽家老巢 他们先移平了军王岗 然后攻进了城堡 当年 无奇惠的Source 就是第一个带头冲进去的 之后 岛上的鱿羽哥们 跟这群来自七大王国 每一个角落的领主们 打起了巷战 正义 最终战胜了邪恶 打得鱿羽王 只能跪地叫罢了 Robert 仁慈地原谅他 允许他可以保留 他的称号和城堡 不过 他要将唯一生还的儿子 交给狼家的Adors Dark作为质子 以免他有所不轨 后来小鱿羽的故事 看过剧的都知道了 咱们再往深一步说 鱿羽家第一次被人摁在地上摩擦 是安达尔人登陆后 第二次是在Egon统一七国时 这些故事也非常精彩 下次我们会专门讲Egon的精彩传奇 以及安达尔人 与先民和绿林之子的故事 这次先简单说说Egon 当年是如何搞死鱿羽家的 Egon是在龙家 Vistros大陆的第一个王 他当年带着三条巨龙 登陆了这片大陆 并统一了它 Egon不允许在他的王国里 有这么浪的一群人 当然教训他们对三条龙来说 再简单不过了 当年的鱿羽王Harry 地盘很大 在Vistros有最坚固的城堡 还有众多精兵 三叉几何当时都是他们的 但面对Egon Harry也怂了 只能躲在城堡里 他本以为Egon会围城 但Egon完全没那意思 他骑着大宝贝 轻松地将Harry和他的儿子们 全部活活活烧死 并把地盘给了Tulis 鱼家 由于哥们能这么浪 多少也跟他们的祖先 灰海王有关 灰海王曾娶了美人鱼做妻子 并与风暴神怒怼一千年 最后灰海王在燕神的庇护下 怼死了海龙 于是他们的后代 就都有了跟你压死磕的信仰 所以综上所述 由于家逝者不死的族语 可以改下 叫永不学乖 同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太浪 浪过了就会被人摁在地上 轮流的摩擦 最阴险的权谋家 小指头是如何练成的呢 小指头培蒂尔贝里西 在金钱和贸易方面 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 小恶魔曾评价小指头 小指头的钱似乎能凭空诞生 只需指头轻轻一搓 在阴谋诡计方面 小指头更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师 当然比他的聪明才智更庞大的是他的野心 八爪之珠曾评价他说 至于小指头 天上的诸神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 在世纪上 他是奈德之死 以及后来武王之战的元凶之一 他曾在朝中 只手遮天 翻云覆雨 武王之战时 就连身为情报专家的八爪蜘蛛 都抓不到他一丝把柄 小恶魔的拳魔术够厉害 可他走马上任国王之首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小指头擦屁股 再来说瑟西 从他最后背游街就能看出 他的拳魔术跟小指头比 简直不值一提 其余的拳魔家对小指头来说 例如老狮子还凑合 老玫瑰小玫瑰也都还行 老薄皮二流货色 小薄皮变态 乔佛里脑残 托曼大帝 弱鸡 大麻雀 短视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都挂 书却还活着 书也不是针对着 在座的各位都是网友 再来说全眸家里面的新星三傻 这是人家小指头的土地 那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这么精通全眸 并且乐此不疲呢 这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他的家族贝里西的封地 是在古地之东海峡附近 五指半岛上最小的一块地 这块地可不怎么好 半岛每日风雨交加 土地平均 甚至杂草也难以寻觅 小指头的曾祖父 是布拉佛斯的佣兵 他应古地里一个重要的贵族 科布瑞家族邀请来到古地 经过他曾祖父努力的拼搏 最终成为了一名骑士 得到了这块平级封地中 最小的一部分 后来在九同板王战争中 这是一场由龙家王室私生子挑起 但很快被镇压的战争 小指头的爸爸 当时效忠于土地瑜伽 就是猫姨的家族 因为表现出色 小指头被送到瑜伽 跟瑜伽大哥的孩子们一起成长 以前生活在半岛上 一座小塔楼里的小指头 当第一眼看见奔流城的城墙时 他被震撼 从那天起 他暗暗发誓 自己总有一天 也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小指头开始跟土地大人的儿子 和小时候的猫姨 莱莎在一起生活 小指头的这个外号 就是土地大人的儿子 根据他的体型和出身群 他们长大后 猫姨被宣布嫁给奈德的哥哥 由于小指头深爱着猫姨 所以为了猫姨跟布莱登是他个决斗 结果当然是被秒杀了 要不是猫姨来得早 小指头早挂 也是从这开始 小指头记恨起了狼家 感情的失落 加醉酒的小指头 躺在卧室里 深爱小指头的莱莎 趁机而入 于是 他们就开始了 嘿嘿嘿 过程中 小指头一直叫着猫姨的名字 后来莱莎 怀上了小指头的孩子 在他爸的强迫下 莱莎喝了月茶 打掉了孩子 由于这一出闹的满城风雨 土地大人把小指头赶出了奔流城 到这 小指头意识到自己的战场 不应该在刀光剑影里 应该在斗志上面 后来 布莱登史塔克和他的父亲 被封王搞死了 反抗封王的战争 由此开始 往期我们讲龙家的那集 专门讲到了这段故事 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看 在战争的混乱中 莱莎嫁给了古地的领主 久恩爱林 就是布莱的干爷爷 第一季 第一季 以死掉的国王之首 小指头通过莱莎的关系 受到莱莎丈夫 古地领主的重用 小指头负责管理一个 最大的港口 海鸥镇 帮助巩固对抗封王的联盟 战火肆虐 战争疯狂的吞噬金币 小指头做得很好 把关税提高了十倍 并且用他过人天赋 稳定控制住了局面 给古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币 战争结束后 改朝换代 新国王劳博上任 但因为他挥霍无度 急需一个财政大臣 身为新的国王之首 穷恩·艾琳 推荐了小指头 从此 小指头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小指头以仿生鸟 作为自己的个人徽章 取代了他父亲 布拉佛斯泰坦巨人 后来 穷恩发现 国王劳博所有的孩子 都非他亲生 而是詹姆·莱尼斯特 和瑟西·莱尼斯特乱伦所生 他决定将这发现告知国王 但小指头为了自己的私欲 熟练地控制莱莎 毒死了他的丈夫 自己的恩人 在穷恩死后 他又让莱莎给他的姐姐猫鱼 写了一封信 指控王后瑟西·莱尼斯特 毒死了穷恩 后面 当劳博被野猪怼死后 小指头通过拳术 赢得了赫伦堡 作为自己的封地 随后他前往古地 与莱莎徒弟成婚 进而将艾琳家族 掌控在自己手中 到现在为止 小指头在拳谋术上 基本所向披靡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屌丝 到现在绝对是逆袭了 小指头成功的方法 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就是 混乱是把梯子 但是可是居然 现在却出来个三眼乌鸦布兰 这简直就是个移动的搜索引擎 随时都能通过连接于良木上网 还原历史现场 还能开上帝视角 看现场直播 布兰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秀技能 他告诉大姐 姐 我有你种子 告诉小妹 妹 我看到了你的死亡名单 对小指头说的一句话 混乱是把梯子 直接下的书 一脸懵的傻 小指头为何这么怕布兰知道他的秘密 他都对狼家干了什么 其实也就是 利用布兰姑妈 毒杀了他干爷爷 送给刺客一把匕首 刺杀布兰不逞 割伤了他妈的手 关键时刻反水 害了狼家老爹奈德被抓 最后被砍头 当初看上猫蚁 现在想取三傻 如今想挑拨离剑 干掉狼家 当家做主 现在在布兰的眼里 小指头就是裸奔 面对RMB玩家的超越时空降维打击 小指头这游戏开始没法玩了 书整天担惊截律 绞尽脑汁的算计所有人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人到中年头发都白了 可是奈何 书根本斗不过布兰 也不是斗不过 那是根本没法斗 还是那句话 书在这小的面前 就是一裸奔 不知道小指头 有没有想再暗杀一次布兰 不过当他看到 二压的武力之后 估计也就算了 最后总结 小指头出身贫寒 但却志向远大 天赋异禀 才智过人 一路把握机遇 扶摇之上 本可平安富贵 享尽一生 可却偏偏物欲遮心 想要称王称霸 从而 把自己不断推向了 危险的边缘 正所谓 好人还遇好人救 恶人自有恶人魔 借用耶稣他老人家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烦动刀者 必死于刀下